她使娱乐圈当红一线小花温丽 却在事业正红时 嫁点新进一线小生送宴 而这场婚姻看似天作之和 质疑声也一直未断 是娱乐圈知名的协议夫妻 温丽受邀参加某品牌红毯秀 只见她穿着限定紫色晚礼 将她的身材曲线完美展现 本就五官精致的她化妆 只是锦上添花 走到哪里都是替光灯的焦点 一个不经意的回眸 就冲上微博热搜 好久不见 我是温丽 在场观众欢呼 是三立 我的老婆三立 一向不捆绑消费的娱乐圈顶牛夫妇 被问及少了宋老师时 温丽聊动秀法 怎么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粉丝当场呐喊 宋业你再不来 你的老婆就是我的了 走过红毯步入会场 助理单姐上前接应 正当两人搀扶着准备坐下时 郑雪却抢先霸占了座位 她是温丽的最大竞争对手 呦 这不是温丽吗 温丽上前打照面 没想到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喜欢占不属于自己的位置 郑雪却挖苦她仗着影帝老公给的资源 可圈里谁不知道他们是协议夫妻 还总是一个人出戏活动 温丽霸气回怼 这么关注我们 不如看好你自己的老公 郑雪直言夫妻俩会参加 人间有你 夫妻综艺 查理查气逼问 想必你们不敢去吧 温丽故作淡定 谁说我不敢去 那就到时候见了 节目宋老师不来 你恐怕就难唱独角戏了 这边宋燕刚在节目组拍完爆破戏 准备收工的她带上婚禁 向剧组请了驾称 再不回家 老婆就要跑路了 剧组发迟 没想到宋老师竟然是个老婆母 这边刚刚结束晚宴的宋物 在助理的陪同下走出演播室 文婉粉丝大喊 三立 听说你会去参加 人间有你 是真的吗 眼看欢呼声越来越大 她赶忙灰溜溜的上车 大家注意安全 早点回去吧 随后营业了一个晚上的 她便瘫坐在车上 助理温声提示 网上都在传你会参加夫妻中 可宋老师那边 文立一筹莫展 想着自己不应该跟正学逞强 这下给宋老师惹了麻烦 这时宋燕已经提前回到家中 看着屋内草拟的离婚协议陷入沉思 深夜文立迈着疲惫的步伐走进家中 肆意地脱去紧身完礼服 卸下一身的疲惫 刚走进卧室便看到宋燕坐在单椅上 回来了 男人的声音响起 她赤裸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顿时一脸蒙圈 男人见她也是一脸娇羞 她连忙用双手捂着胸前 下意识大声尖叫 他们是娱乐圈知名的协议夫妻 结婚两年无综艺同狂 文立刚参加完红毯秀 疲惫得她卸下紧身完礼服 正当她走进房间时 男人的声音响起 回来了 文立花容失色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宋燕起身望向妻子 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 无处藏躲的她慌乱地向后退步 男人一把拉住她的手 随手用睡衣将她包裹 文立气鼓鼓地低声质吻 你不是还在拍戏吗 宋燕表示自己请假 抬手一个壁咚将她逼到墙角 回趟自己的家很意外吗 随后便拿起手中的离婚协议 文老师 我们的协议好像还没到期 文立心虚地将头转向另一边 眼看男人一点点地靠近 脸颊瞬间红成了苹果 这几天为了走红毯 没怎么好好吃饭 我先去洗个澡 随后便一溜烟淘 宋燕独自来到阳台 看着微博热搜竟是妻子文立 两人被曝参加夫妻综艺 也闹得沸沸扬扬 随手一个抱赞 这时文立从浴室走出 看着她湿漉漉的头发垂落的水衣 男人大步走向前 拿起她身上的浴巾帮她擦拭 文立被这波暖心的举动愣 正当两人被这暧昧的气息僵住时 宋燕开口问道 文老师 听说你打算参加 人间有你 那离婚的事要不先往后缓缓 文立想起正事 一把抓住男人的手 其实是因为和正学赌气 随后长叹一口气 其实你不用理会 过段时间 我让经纪人找公关团队澄清 谁料男人直接回应可以去 称节目组也找到自己 条件诚意都很心动 文立瞬间笑开了花 你从来不参加综艺 为什么答应参加呢 男人转身一本正经的湖边 谁会和钱过不去 文立这才卸下包袱解释着 其实离婚协议 也就是先打个草稿而已 那我们就缓缓吧 正当文立还要向她提问时 男人已经对眼前的妻子着了名 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随后便开启一夜缠绵 女明星协议嫁的男明星 结婚两年两人无同况 是娱乐圈公认的协议夫妻 文立受邀参加夫妻综艺 谁料丈夫宋燕竟答应一起参加 深夜干柴烈火的两人竟打起扑克 第二天一早 宋燕独自站在阳台 睡醒的文立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老公 想着虽然是协议夫妻 但是协议里并没有禁止打扑克这一步 可是鼓掌难明 自制力太差 但是谁能面对宋燕做核酸把持的主 这时手机声响起 文立直接告诉助理 准备参加人间有女综艺 就在助理担心宋老师那边时 文立告知她会一起参加 助理单姐兴奋着提起郑雪 已经到处造谣 这下水军都不用买了 直接官宣比什么都有用 提起郑雪 她也是娱乐圈当红小花之一 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 是郑雪现代老公陆明 两年前文立与陆明主演的古装剧爆火 为了配合宣传 二人以名利夫妇的CP营业 吸收了不少热度 就在宣传七快结束准备结榜时 陆明正雪突然官宣结婚 这让当时被捆绑的文立被骂上热送 明知道陆明有女朋友 还舔着脸跟人家吵CP 上赶着当小三 陆明却收获一锅路人粉 称她宁愿被CP粉骂 也不想被女友误 文立一时间成为靶子 在网上被人骂惨 直到她和宋燕公固恋情 准一线流量小花和电影圈顶流的恋情 直接登顶 才止住流言蜚语 就是这样一张脸 即便当年演技生涩 也凭借除女座直接拿下最佳心愿剑 但是让文立一直没想通的是 宋老师当年为什么会帮自己 看着眼前这个完美的男人 他看得入眠 此时宋燕也将目光投向他 你醒了 文立这才反应过神爱 连忙起身整理衣服 这边郑雪一早来到人间有女节目组 你说代言给谁了 得知冠名方将代言给了投票第一的文立夫妇 郑雪表情瞬间僵重 气得紧紧掐住自己的胳膊 随后大步走出连忙打电话给陆明 得知文立将一同上综艺 陆明想到当年自己对文立起了心思 想要假戏真做却被拒绝 郑雪担心老公对文立念念不忘 警告陆明上节目对自己配合鞋 挂断电话后 郑雪开始焦虑 看着眼前大屏幕广告上的文立 她凭什么在吸引到陆明之后 又得到宋燕的亲爱 他们是娱乐圈的顶流夫妇 结婚两年基本没怎么见面 是娱乐圈公认的协议夫妻 却被要参加夫妻中意 人间有你 被迫营业 这天人间有你官宣 投票Top严厉夫妇 你们的严厉夫妇来了 瞬间引爆全网 网友们都期待着他们甜蜜撒糖 这时助理提醒今天节目组便开始拍摄素材 家里也会有监控 温丽却沉浸在网友的评论中 似乎没有听到随口一句知道 这天节目组刚开始录制花絮 只见她穿着紫色碗礼服披着黑色风衣 气质温婉出众 可当助理拿来午餐时 一向贪吃的她想到有美味大餐 便两眼泛光 借过餐盒打开一看又是素食 女明星的身材管理真是心酸了 脸颊瞬间黯然失色 可一旁摄影师发现她的不开心 是不是想送老师了 温丽下意识回复谁想她了 助理连忙提示 想着这都是要上电视的 连忙不就深情地对着镜头 称自己有一点点想过 节目开拍的第一期主题是惊喜 不知道温老师想要什么样的惊喜 想着两人本就是协议关系 怎么会有那么多仪式感呢 但非要惊喜的话 她活着就算惊喜吧 当听到她的回复车内突然安静 温丽实在是不知道 要如何形容两人的情况 谁料这回复让摄像师和助理磕道 女人也是一脸懵圈 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谁料这句话被官微发布 直接冲上热搜 还成了绝世明年 直接狠狠地将郑雪夫妇 不花钱买的热搜甩在后面 当她沉浸在热搜的喜悦中时 助理告知明天直播宋老师 因为档期排不开过不来 她难掩心中的落寞 想到一个人录制会不会很尴尬 他们是娱乐圈的顶牛夫妇 结婚两年基本没有童狂 却受邀参加夫妻综艺人间有女 消息一出顿时上了个大版面热搜 可录制第一期 节目组就要搞事情 温丽得知第一期节目录制宋老师 不能参加时 还是难掩心中的失落 助理将温丽送回家中 明显感觉到她一直心不在焉 分别时还再三提醒 记得家里有摄像头 温丽回到家中 想着如果能让宋老师 明天早点从护士赶回来 还来得及救场 可刚进家门正好碰到宋燕 她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温丽一把抓过皮箱 宋老师 你真的准备让我明天一个人直播 宋燕觉得抱歉得很 因为明天有个很急的通告要赶 实在回不来 温丽想到家里的摄像头 于是便微笑敷衍 内心却如同愤怒的小女 两人就这样僵了半天 监控也跟着僵主 节目组那边都在屏幕前看起 温老师这是真的生气了吧 这惊喜 怕是要成了惊吓了 温丽失落地离开 这时男人的声音响起 其实 她松开拉杆箱 紧跟其后 要想赶回来也不是不可以 温丽回头望向她 只要温老师对我撒个娇 温丽瞬间羞红脸颊 想着这都火烧没毛了 她还在这里开玩笑 一脸愤怒地大叫着 休想 哼的一声将她关在门外 摄像师那边瞬间炸开了花 影视明星首场平台直播 竟然在直播间 带粉丝们唱起了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音乐家 今天是温丽和宋燕夫妇人间 有你综艺的首秀 节目组为了搞事情 刻意安排宋燕外地出差 制造塑料夫妻的假象 也成功地骗过温丽 她独自一人在家开启直播 刚刚开播直播间就爆满 因为没有搞过直播 她忽善忽善地大眼睛 就凑到镜头前 仔细看每个网友的评论 这颜值直接让镜头前的粉丝尖叫 你凑拉麦净干什么了 自己多好看没点数吗 温丽搜一下弹开 与镜头保持一定距离 这时助理发来信息提醒 别忘了感谢粉丝们的礼物 她不熟练地读出网友的名字 谢谢三里 你是妈妈的好宝贝的100个潜水艇 她觉得网友真是太调皮了 随后便跟着改口 谢谢三里妈妈 我有钱花别破费了 粉丝们发现有趣的网民 会引起爱豆的注意 几分钟后直播间网友的名字五花八门 突然直播间一只火箭飞过 温丽刚要感谢这位粉丝 却突然欲言又止 紧接着脸颊羞红愣住不动 原来这位粉丝为了吸引爱豆注意 竟然改名三里每人一晚几次 气得温丽双手掐腰 你们过分了 不能再谢礼物了 这边刚下飞机的宋艳正匆忙地赶回家中 随手刷到一条严厉塑料夫妻情的微博 即刻用自己官微认证账号反击 已经再赶回家 接受温老师批评的路上了 此时温丽已经开始直播如何卸妆 只见她梳起丸子头戴上小青蛙发带 将化妆棉全部敷在眼睛上 一定不能搓 不然的话可能会搓出眼角细纹来 因为这个步骤要持续一分钟 担心直播间无法和直播间宝宝们互动 她开口叫起小爱同学 放了一首比较嗨的音乐 音乐声刚响起把自己吓一哆嗦 身体却不自觉地跟着节拍开始扭动 随后她便在直播前开启了演唱会 只见她一会甩头一会扭腰 还飙起了海豚鹰 粉丝们都惊呆 天哪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就在这时宋燕回到家中 推开门看见眼前的场景直接愣住 然后便悄悄地站在门前当起了观众 直播间的网友看到男神宋燕出现 再一次沸腾 三立你快别跳了你老公回来了 直到这首音乐结束 她才停下擦了擦眼睛看看直播的评论 可宋燕怎么出现在直播间里面 顿时瞳孔放大圆地势化 宋燕双手插兜正沉浸时看着她 这时两人四目相对 温丽结结巴巴地说着 你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影视明星温丽的首场平台直播 她竟然在直播间开启了演唱会 没料外地出差的丈夫突然回家 节目组精心准备的惊喜变成了惊吓 你你怎么回来了 直播刚刚结束 瞬间占据热搜榜前五 此时温丽立马蜷缩成鸵鸟形状 回想刚刚失控的舞姿 真是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形象面对宋燕 宋燕看着她可爱的模样忍不住偷笑 见她装睡半天不起来 男人凑上前宠咪着说道 回房睡吧 温丽眯着双眼翻了个身 不愿面对刚刚出球的自己 我今晚就睡这里 宋燕坐在身后一脸好笑 居然又提起刚刚的舞蹈 是不是跳舞累到了 这时温丽突然变脸比翻书还快 你 我 我什么 宋燕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调侃 我不在家演唱会开得挺好啊 怎么我一回家就板着张脸呢 那还让我回来干什么 温丽挑起眉毛瞪大双眼 可是你回来都不提前告诉我 害得我这么丢脸 宋燕拖着下巴询问 面对千万的观众 你都没担心出球 怎对我就换了套标准 温丽不想承认是趴在她面前出球 那 那是我双标了 宋燕沉浸在她可爱的模样中点了点头 两人收拾好后准备休息 温丽翻看着手机 却怎么也睡不着 想不明白宋燕怎么又突然回来了 转身望向她 其实 你不回来我一个人也能搞定 宋燕赞同她的说法 温老师厉害 凭借一己之力占了五个热搜 话音刚落温丽就已经得意忘形 既然宋老师知道我的实力还回来干嘛 男人见她已经飘飘然 看来温老师是不想我回来 温丽心虚又死鸭子嘴硬 推不掉的工作下次就别推了 没你我照样完成KPI 宋燕只是长叹一口气 随后便没有了声音 温丽半天没等到回复 忍不住回头询问 谁到宋燕紧挨着身后深情地看着她 娱乐圈当红小花温丽首场直播 竟然在直播间开启演唱会 丈夫为她制造惊喜 偷偷回到家中 回想自己摇曳的舞姿 她瞬间原地实话 直到关灯才渐渐打开画匣子 聊着聊着宋燕便没有了声音 温丽忍不住回头看向她 谁让两人差点脸贴脸 眼看着暧昧的气息弥漫 温丽瞬间羞红脸颊 将自己蒙在被子里 你没睡着怎么不出声 男人看着眼前心爱的女人陷入沉思 觉得她就像是只高傲的猫咪 每次亲近都好像在给人施舍 造物者似乎知道这种生物不讨喜 于是就赋予她高于人类审美的颜值 但凡这种生物稍微撒娇 那人类就失去了所有的防备 想到这里宋燕突然提问 为什么明明狗比猫更亲近人 可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猫吗 文理完全不知自己被形容成猫咪 一脸惊恐以为她要养猫 担心猫毛满天飞的 她果断要求不许养猫 这时宋燕却撩动她的秀法 律室里掉了那么多头发 还好意思嫌弃猫毛 下一秒文理突然炸毛 你是在讽刺我托吗 小夫妻俩就这样折腾打闹半宿 第二天一早 宋燕来到明水会所会见各大导演 将她一手捧红的知名导演 于伟光亲手奉插 还尊称她宋总 作为晚辈的宋燕 面对她的伯乐也是一脸谦虚 老师您还是叫我阿燕吧 身旁的郭导一脸羡慕这待遇 紧接着说起下半年的电影 要不是百事投了两个亿 那特效我还真愁得慌 宋燕谦虚表示是白总决策 功劳确实揽不到自己身上 郭总想继续邀约她明年的档期 因为手里有个仙侠本子 大IP 说直白点就是谈恋爱的局 宋燕眯起双眼微笑回应 不是我不想见 就是感情戏实在不是我擅长的 导演却提起温丽 您太太不是偶像剧出身吗 不知道她有没有兴趣 宋燕端起茶水向郭导解释 郭导看中我太太直接联系她经纪人就好 若是因为我才联系我太太出演 那就不必了 宋燕应酬结束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想到妻子温丽 她是一个独立且又不想麻烦别人的人 从来都不想和自己扯上关系 宋燕回到家中刚开门 只见温丽穿着小兔子家居服 一副乖乖小娇妻的模样 你回来了 宋燕还以为走错了房门 她这是又闹哪出 顶流女明星参加综艺竟撒起了娇 谁料丈夫宋燕看到她娇滴滴的样子 却满身不自在 只见她穿着小兔子家居服 笑容满面的等待宋燕回家 我帮你拿拖鞋吧 宋燕被她的热情吓到 她先是撇了撇摄像头 再看拖鞋被整齐的摆放在面前 她顺手拿起来抖了抖 生怕鞋底藏针 随后便小心翼翼的把鞋穿上 摄像头那边导演组都笑到抽筋 看来宋老师在家怕老婆暗害她呀 也是从来没对她撒过骄傲 这时温丽将她拉到沙发上 你今天在外奔波一天辛苦了 便开始伸手帮她揉肩膀 听着她发跌的声音 宋燕却是满身不自在 紧接着温丽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说道 力道还可以吗 宋燕瞬间修红脸颊 握住她的手 不麻烦了 我回房间休息会儿就好 温丽看着警官的房门一脸疑惑 难道自己还不够温柔 回到屋内的宋燕早已面红耳饰 温丽急忙对着摄像头求助 怎么办她不领情 摄像头那边导演着急说道 温老师你这不叫撒娇啊 温丽想的难道非要让自己哥哥音音音才叫撒娇 导演听到后一口老血扑瓷喷出 随即点了点头 谁料温丽却觉得自己办不到 这时导演提醒要不要拿出来郑老师的录像参考 想到死对头郑雪 那可不能比他差 随后导演知招 可能是宋老师在镜头前不好回应 等一下你可以跟宋老师说镜头已经关了 温丽长叹了一口气决定再去试一试 这时她端起果盘悄悄走进屋内 随后假装关闭摄像头 宋艳不解为何关闭摄像头 紧接着她心虚的坐在宋老师旁边 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开着吧 看着宋艳卸下防备 她娇滴滴的上前递上水果 就在宋艳刚要拿起水果时 温丽拿开果盘 我喂你 宋艳等着她的头位 就在她回味无穷时 温丽却调皮的要求宋艳头位 随后便拖起下巴 哥哥喂的苹果就是甜 导演看着超甜的一幕扑撕笑出了声 宋艳被迷惑得神魂颠倒 你叫我什么 哥哥呀 温丽想到这不是软眉撒娇神器吗 可是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紧接着她继续撒娇 还是你比较喜欢我叫你老公 宋艳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那你再叫一声 谁料温丽直接扑到她怀里 像只猫咪一样蹭来蹭去 老公哥哥 哥哥老公的叫个不停 这使宋艳的喉结微动 果盘里的水果哗啦啦的洒落一地 温丽被双手扣住压在身下 男人俯身靠近 两人四目相对 小嗲精 关了摄像头到底想干什么 娱乐圈顶流夫妇录制综艺太会玩了 先是撩起裙脚抚摸大腿 紧接着捏住妻子的下巴 我看你是欠X了 温丽为了节目安排的撒娇任务 竟然在宋艳怀里蹭来蹭去 还老公哥哥 哥哥老公的叫个不停 被撩拨的宋艳单手将她按在身下 温丽咽了咽口水 其实人家就是想吃你喂的葡萄 谁料宋艳竟然满脑子黄色废料 我看你是欠X了 温丽瞬间羞红脸颊 还没等她反抗 宋艳竟然撩起她的裙脚抚摸大腿 紧接着勾住她的下巴 眼看着男人一点点靠近 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 温丽争鸣大声说出 节目组的镜头没关 你冷静点 男人像是被泼了盆冷水立马弹开 温丽尴尬的将手遮挡住眼睛 那什么你掀起来听我解释 这是节目组立马熄灭家里的摄像头 导演已经在演播室敲锣打鼓 决定加班加点剪辑出来 宋艳像是断了片 回过神的她难眼尴尬 只见温丽委屈巴拉的团坐在一角 这都是导演的剧本呀 若是你知道开着镜头 怕你不好配合 几句话就把自己责任撇得一清二净 宋艳却是长叹一口气 看着她闷闷不乐 温丽凑上前仔细观摩 宋老师你怎么了 宋艳巴拉她的小脑袋 你是真能做妖二 可温丽即使这样也不允许宋艳责怪她 难眼尴尬的她捡起地上散落的水果 我怎么会怪你呢 温丽担心她生气 焦急的上前询问 男人觉得她像只猫咪 我没有生气了 温丽这才松了口气 以为自己老公哥哥的叫着 恶心到了她 随后温丽发现摄像头关闭 便卸下房被撑了个懒腰 其实我刚才还想叫你学长来的 可是一想都毕业好久了太装嫩了 宋艳听到这话喉结微动 随后起身回应 你是我学妹七老八十也改变不了 娱乐圈夫妇昨天还在镜头前你挪我挪 今天就耍起了小脾气 你要是不想录节目就别答应过来 一早严厉夫妇的第一期正天预告就在官微发布 镜头前温丽蹭来蹭去的画面引爆全网 可却被节目组去掉了音频 谁料播到最后居然直接黑屏 惹得粉丝疯狂催播 纷纷留言跪求VAP通道 这边前去录制节目的郑雪恰好刷到热搜 只见热搜榜前三权是严厉夫妇的话题 宋艳到底说了什么 小嗲金温丽 人间有你预告片时后期 看到这些直接气到发抖 看不下去的他直接将手机扔给陆明 瞧瞧人家夫妻俩 一会儿下车要好好配合我 陆明皱紧眉头似乎有些不甘心 便无奈答应他 这边温丽夫妇也在赶往录制现场 温丽回想起两年前被误认小三骂财的经历 这次可真是得恶狠狠地出个气 等下就要见到郑雪夫妇 气场上千万不能输 等下我们要把他们踩在脚下 宋艳煮着下巴 静静地听着他左一句郑雪右一句路铭 宋老师是最佳男演员 相信一会演技一定能带动我 看着他激动的表情 宋艳误以为他是要见绯闻男主于情味了 便开口质问 两年了还没忘记他 温丽觉得当初被冤枉成小三的耻辱怎么能忘 肯定啊 那我怎能忘了 宋艳听到这话立马撇嘴将头转向另一侧 温丽见他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则是一脸惊讶 你不会觉得这种演技委屈你了还 男人挟势瞪着他 我太太让我配合演戏难道我不该委屈 温丽看着他一脸不情愿 你不会这个时候打退堂鼓吧 要是不乐意帮我今天都不用你来 明明答应了录制节目 就别在那阴阳怪气 宋艳见他突然阴沉着脸 不知该如何安慰才好 随后委屈巴拉地叹了口气 没有啦 温丽听到敷衍地回复转头望向他 没有不愿意录制节目了 随后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女明星看到小龙虾两眼冒光 可是想到身材管理的重要性 他只能可怜巴巴地缩着筷子 艺人们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男女嘉宾分开落座有说有笑的闲聊 这时小助理端起桌上的小龙虾就要开炫 温丽却可怜巴巴地咽着口水 小助理偷偷地往他碗里夹了一个小龙虾 温丽拿起许久未吃的小龙虾两眼放光 就在他刚要品尝时 经纪人单姐放下碗筷咳了一声 温丽瞬间僵住不敢乱动 下一秒经纪人便说出一连串扎心的话 吃一个就想吃第二个 就你那馋劲上来五斤也不够你吃 明天拉肚子可别求我 健身房待不到三小时照样别出来 温丽只能将小龙虾悄悄放进盘子里 旁边捉得宋艳正喝着雪碧有说有笑 听到他们吵吵闹闹偷瞄一下妻子 只见他正可怜兮兮地缩着筷子 看着一桌子美食却一口未吃 便忍不住偷笑 聚会结束后 温丽喝得有些微醺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 温温 我好可怜啊 你说我一个女明星赚那么多钱 什么买不到 就连手机壳都是全球限量款 却不能实现小龙虾自由 温温见他开始鬼话连天看来是喝大了 紧接着他拿起手机各种摆拍 我一米六六大个儿 就因为过年时候多吃了点涨到九十六斤 然后那些键盘侠就说我胖 害得我吃了一个月的减肥餐 随后对着手机叨倒 就他们最瘦 连骨灰带盒都算上九斤六 助理连忙提醒 姐姐请文明发言 小助理怕他下车耍酒疯 贴心地要准备截酒片 只见他手扶电梯挥着手 这点小酒不算什么 这时电梯门刚打开便看到郑雪夫妇 这个女人上一秒还颤颤巍巍 看见死对头的她下一秒就像打了鸡血 还口无遮拦地炫耀自己老公 我们宋老师话少活好 一晚上让我三天下不来床 温丽乘坐的电梯在中途打开 郑雪夫妇居然出现在他面前 郑雪看到他瞬间愣住 随后他便上前挽住路明的胳膊 装作很轻利的样子 拉着路明就要乘坐电梯 路明却一把拽住他 我们还是等下一趟吧 郑雪却不听劝告偏要上电梯 这电梯又不是他专用的 还是你见到他心虚啊 温丽则将他们视若透明 很快电梯门打开 四人一同走出电梯 而两人的怒火都在强压着 就在这时郑雪却忍不住突然回头大骂 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让人反感呢 温丽先是闭着眼睛调整好呼吸 这是要跟我抄抄了是吧 心想正好没吃到小龙虾的气没处撒呢 只见他将眼镜浮稳霸气回怼 讨厌我的人多了 你算哪根葱 郑雪气得嘴歪眼邪 温丽则继续嘲讽道 别忘了我才是节目组投票第一名 没有红就别叨叨 你们还没轮到被我赏脸蹭热度的程度 郑雪被气得脸色发青 完全听不进去路明的劝说 紧接着破口大骂 你当初不要脸的倒贴我老公 也难为宋燕头顶青青草原还陪你上节目 刚还满不在乎的温丽听到宋燕就火力全开 还好意思提你老公 他当初天天发那些暧昧信息给我 要不是那时候吵CP我早就把他拉黑了 路明听到被当众说出实情却是一脸尴尬 温丽毫不客气的继续接老顶 也就你恋爱脑觉得他是香伯伯 我们家宋老师可比他强八百倍 随后指明到性的数落 比他帅 比他会赚钱 我眼睛又不瞎放的宋老师不要看上他 郑雪气得扯着嗓子大喊 宋燕再好你们也只是协议夫妻有什么用 说到协议夫妻温丽冷笑 紧接着挺直腰板向前迈上一步 我们家宋老师话少活好 一晚上下来我三天下不了床 你老公能比吗 听到他无底线的自夸自大 郑雪夫妇直接惊掉了下巴 眼看两人战火愈发浓烈 路明直接将郑雪拖走 得意忘形的温丽撩了撩头发潇洒的转身 这时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只见宋燕提着自己爱吃的小龙虾 正站在那里看着自己 女明星见到死对头就像打了鸡血 还口无遮拦地炫耀自己老公 我们宋老师话少人好 一晚上让我三天下不来床 站了上游的他傲慢地击败对手 可他刚转身就看见宋燕站在身后 下一秒便将在原地尴尬不已 随后两人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酒店 无处闪躲的他戴上眼睛后才开口询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在几分钟之前啊 温丽眉头紧锁想的几分钟前 那应该是没听见自己说的话吧 紧接着他事态地询问 那个 你听见了没有 宋燕开启影帝模式满脸疑惑 听见什么 温丽羞涩地焦急询问 就是我和郑雪的吵架内容啊 谁到宋燕竟搓起下巴认真思考 他将眼睛微微滑落等待回复 下一秒宋燕便摘下他的眼睛 这时两人四目相对 宋燕直言全部听见了 他恨不得下一秒钻进地方 推开宋燕撒腿就跑 荒乱中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 反身一个壁咚将他压在沙发上 眼看两人越来越近 温丽看着是无处藏躲 便委屈霸拉撒娇卖萌 你是不是男人啊 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了 紧接着便强行甩锅 就算是听见了也要装作没听见 宋燕见他这不要脸的架势也是佩服不已 真是服了你了 当红女明星恋对面护司 还炫耀自己老公话少人好 一晚上让自己三天下步来床 谁料傍晚宋燕就悄悄凑近他耳边 想试试三天下步来床的感觉吗 宋燕起身拿起带回来的小龙虾 温丽上一秒还害羞地遮住脸颊 听见小龙虾他瞬间两眼放光 紧接着温丽沉浸在美食中包起了小龙虾 将刚刚的尴尬抛在了脑后 就在他拿起小龙虾刚要开炫时 少辣少油的小票和解酒片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原来宋老师这么贴心 随后他将包好的小龙虾推向宋燕那边 我不能吃太多剩下怕浪费 紧接着又别别扭扭地补上一句 你要是不想吃就算了 看着他突如其来的嗜好 却还死鸭子嘴里 你的嘴怎么这么硬 现完小龙虾温丽早早躺下 宋燕看着这只猫咪觉得他真是可爱 忍不住凑到耳边温生说道 想试试三天下步来床的感觉吗 熟睡的温丽瞬间惊醒 下一秒变团缩在被子里 我说那些都是为了气正血的 你真以为自己有那么厉害 宋燕则是一脸自信地看着他 至少一天还是可以的 温丽瞬间修红脸颊 紧接着宋燕吕顺他的头发 本来我还担心你看见他们夫妇一起会难过 是我小看你了 温丽一脸茫然地转过头 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难过 宋燕说出他以为温丽喜欢陆明 温丽撑起下巴困意全无 你这是从哪听到的谣言 明天我就让丹姐给造谣的纪律失寒 宋燕左思右想再次询问 你不喜欢他 那两年前化妆间你哭什么 女明星借着酒劲发起了托 还炫耀自己老公一晚让自己三天下不来床 而这一切都让后面的宋燕听得一清二楚 本来担心他难过的宋燕轻柔他的秀法 看他今晚的状态应该是在阴霾中走了出来 可温丽却不解自己什么时候难过了 宋燕一脸茫然地分析着 不喜欢他两年前化妆间里你哭什么 提起两年前的情形温丽眼神闪躲 谁还没有玻璃心的时候 紧接着宋燕交集询问 所以你喜欢过他 可是你现在都放下了没什么不好承认的了 听到被扣上喜欢陆明的说法 不是这样的 没有啊 没得到准确答案的宋燕见他不想说出实情一脸失望 随后将他的被子盖延 早点休息吧 晚安 温丽本想开口解释 男人却将灯关掉自己落寞的睡去 这让一肚子话没说出来的温丽困意全无 下一秒他变像只猫咪一样爬到宋燕身上 男人见他爬了过来直接下行 你这是要干什么 温丽突然将一肚子的火势放出来 我那是被气哭的 那是愤怒的泪水 一想到这个垃圾有女朋友还谎称自己单身 说着说着他愈发愤怒 要不是当初我事业不稳定 丹姐劝我不要直接撕 我早就把他这个喳喳打废了 见宋燕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 温丽不清楚自己的解释他有没有相信 于是他便凑上前盯着宋燕的眼睛 明显感觉到两人的呼吸紧促 温丽有些害羞地连连后退 下一秒就直接摔到了地上 男人连忙起身开灯只见他摔得四仰八叉 忍不住扑呲笑出了声 看到被嘲笑的温丽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 你笑个屁啊 随后宋燕起身将他抱起 快看看摔到哪了没有 温丽尴尬地将头转向另一边 我可能是摔得脑震荡了 男人双手放在他的头部轻柔检查哪里疼痛 紧接着温丽还说可能是摔到了臀部 男人刚要帮忙检查他却扭拈闪躲 下一秒便将他搂入怀中 没必要害羞 我又不是没碰我 紧接着便帮他轻柔按摩 温丽却提起当初网爆气哭的事情 不能对外乱说 要是被黑粉听到他们以后会骂得更欢了 宋燕听到这话心疼不已 想到他以前到底承受了多少委屈 温丽笑着称自己都习惯了 虽然有黑粉 但是爱我的粉丝更多 男人突然紧紧地抱住了他 都过去了 以后有我在 他们是娱乐圈的顶流夫妇 结婚两年两人基本没有同框 是娱乐圈公认的协议夫妻 却被邀参加人间有你夫妻综艺 两人经过前几期的居家互动 停停撒糖 转眼人间有你综艺现场录制 目下严厉夫妇携手甜蜜登场 这也是两人为数不多的对外同框 而陆明正雪夫妇紧跟其后 场馆内瞬间达到高潮 紧接着导演宣读默契大考验游戏规则 一人根据提示板上的题目做动作 另一人负责猜 夫妻俩规定时间内哪一组猜的多哪一组就获胜 大家想哪对嘉宾第一个来呢 欢呼声最大的严厉夫妇将首先登场 看到题目的温丽着急地做出扑拉翅膀的姿势 看着她卖力的表演宋燕认真思考 鸡飞蛋打 主持人激动回应 回答正确 两人默契的程度也是非常高 可接下来这题目让温丽突然愣住 这可如何形容才好 宋燕焦急地等待 温丽表示这题目不好形容过下一个 可台下粉丝们直呼不能换 她端起双手理直气壮回应 是我做游戏还是你们做游戏啊 这时台下粉丝大喊 人家想吃葡萄 惹得温丽瞬间羞红脸颊 宋燕忍不住笑出了声 小嗲精 粉丝们欢呼回答正确直呼爱了爱了 再次听到小嗲精 想起那期在家录制的画面 温丽瞬间尴尬 只见她手指抓着裙子 站在台上冒着汗 期待已久的明星夫妻综艺录制 先是进行默契大考验游戏互动 紧接着还原影视剧名场面 让台下粉丝直呼爱了爱了 只见默契大考验环节还没结束 再次听到小嗲精的她竟耍起了小脾气 她先是愣在原地脸颊羞红 下一秒便直接走下舞台 宋燕赶忙上前护送她到休息室 还时不时的与粉丝互动 主持人连忙解释都是编导的错了 出的题目把温丽惹毛了 但是粉丝们喜不喜欢啊 台下粉丝锣鼓喧天直呼喜欢 紧接着就是大家期待的还原经典影视剧场面 只见温丽在后台边化妆边看剧本 她不禁感叹过去的编剧是真敢写啊 突然她皱紧眉头发现居然还有吻戏 于是敬业的她找到编导 这剧情需要真亲还是假亲 编导示意都可以随老师即兴发挥 当然观众们都想看到真亲 温丽想着本就身份的两人必然不能亲 她回到更衣室穿好戏服 只听见场外粉丝呐喊名正言顺 WYBS 看来最后一组嘉宾互动已经结束 这时工作人员敲门示意她该上场啊 只见两人身着民国十七服饰出现在舞台中央 两人渺如戏饰演一对异父异母的恋人 温丽将很爱却不敢爱的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宋燕上前搀扶住她的手满是心疼的表情 粉丝们看着这两张顶流的脸真是养眼 直呼严厉夫妇决绝子 很快严厉夫妇超话便发布了像经典致敬剧照 军阀大少恩亲冷闺秀同框直接冲上了热搜 主持人见状连忙喊话请求粉丝 为了节目组收视率请大家留点神秘感 凌兴夫妇参加综艺饰演一对异父异母的恋人 将爱而不得的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严厉超话刚发出就上了热搜 主持人只好喊话粉丝给节目组留些神秘感 紧接着镜头又切换到台上两人 大哥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我要回去找爸妈 宋燕一把攥住她的手 下一秒便将她拽进怀里想要挽留 此番回去爸妈是不会让你再见我了 温丽演一动情处留下伤心的泪水 不出来待在家里不也挺好吗 不然还能怎么办 紧接着宋燕深情地看着她的脸 小妹你不要大哥了吗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温丽满眼深情地看着她 这狗血剧情被他们演得出神入化 看得在场观众都紧张起来 谁料温丽画风突变 还不是因为你睡觉打呼噜太吵吗 此话一说在场观众瞬间猛住 下一秒便扑斯地大笑 被调侃的宋燕先是愣在原地 看来演技上自己虽略胜一筹 但是综艺上她确实是前辈 于是宋燕调整呼吸开始跟着巴虾 那你睡觉磨牙我说什么了吗 温丽看着她那认真的表情便咬住嘴唇憋笑 下一秒宋燕就将她壁咚到墙角 这时观众们期待的吻戏来了 只见宋燕将斗篷把她挡得严严实实 镜头另一侧眼看两人距离越来越近 温丽连连闪躲示意表演结束 可宋燕却一点点靠近 就在嘴角微微擦过她的唇边时才停了下来 对戏结束后温丽满脸通红 主持人连忙上前询问 刚刚有没有轻到 只见两人面对镜头都有些娇羞 最后宋燕轻咬嘴唇低声回复 没轻到 明星夫妇参加综艺被安排了吻戏 眼看气氛烘托到那 宋燕则挡住了镜头偷偷地吻了上去 当主持人询问是否轻到没有时 她浅尝了下嘴上的唇又却说没有轻到 这时场上响起音乐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美子降 紧接着节目组准备了最后一个环节 那些生活中的小确幸 嘉宾们各自带来了 他们觉得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接下来工作人员把纪念品拿到了舞台上 让嘉宾和观众们一起猜 同时考验观众对他们的了解程度 紧接着工作人员掀开的第一件纪念品 眼间的观众一眼便认出了 是美人和三立家的挂画 对 之前人间有你就拍过 温丽惊讶地问宋燕 你把爸爸的话扛过来了 宋燕看了看觉得好奇怪 我没有拿过来 这幅画应该不是家里那幅 这是郑雪切尔登的上前任画 这是我和陆明的纪念品 出自国画大师徐时茂的画 他只画过这一幅十六图是独一无二 我家陆明结婚时候 从收藏家那高价买来的 我觉得算是很有意义的新婚礼物便带过来了 主持人尴尬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那台下怎么一直喊是严厉夫妇家的 我都被你们带偏了 这时郑雪表现出一幅吃惊的样子 紧接着特意解释这幅画确实只有一幅 还望自下结论说温丽加的是别人临摹的 因为害怕假话被戳穿 郑雪让节目组将话拿下去 还假装好心帮忙打掩护 主持人连连夸赞他想的周到 录制完节目温丽满是不爽 搞不懂台上那幅是哪来的 可是家里那幅绝对是真的 眼看着网上掀起一阵浪潮 讽刺温丽家里挂假货 不懂艺术鉴赏非要装逼 小助理提醒要做好公关准备 现场人太多肯定还会有人网上爆料 温丽看着网上的评论气愤不已 他拿着假货倒打一耙 我现在就联系鉴定师 可是一看时间已经到深夜 估计鉴定师和爸爸早都休息了 回到家看到郑雪在网上带节奏 小事而已 别去打扰人家 乖 温丽气得手指抠床单 可是看到宋燕还在外面淡定地打电话 无奈地他抓起被子便蒙头大睡 男人一早给了他大大的惊喜 便索要爱得轻轻 温丽先是原地实话 紧接着凑上钱便要送上热吻 经过昨天的乌龙事件 温丽起来就询问事情处理情况 我经纪人有没有帮我处理 宋燕本想让他吃完早饭再解释 温丽挠了挠头懊恼的吃不下饭 宋燕只好告诉他都解决好了 昨晚来不及认证 只好联系官方先给加格兰丽 温丽打开手机看到徐时茂工作室官方微博 清楚地解释多子多服饰刘图 为徐时茂先生特意赠送严利夫妇 底下评论也是一边倒 纷纷讨伐郑雪挂假话 温丽看到如此解气的场面瞬间呆滞 没想到只是睡了一觉网上就如同过了个年 看到这么专业的公关文字 温丽以为是专业团队写的 谁料宋燕淡定回应称是他写的 只见温丽两眼放光地看着他 宋老师 你是天使吗 宋燕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我是你老公 吃饭前先去洗个脸吧 温丽想着昨晚竟还错怪他 看着他连连打哈欠昨晚一定没怎么睡 自己还倒头就睡真是一点忙都没帮上 便扭扭捏捏地说了句谢谢 宋燕则是礼貌地回复不客气 紧接着温丽拍了拍胸脯 你想要什么回礼 尽管说我有的是钱 男人一句不缺钱脱口而出 温丽搓了搓手只开玩笑道 总不能要个吻吧 只见男人搓起下巴认真思考 那你就亲我一下吧 温丽见状原地实话 下一秒便乖乖兑现奖励主动献吻 男人见娇妻嘟着嘴唇一点点靠近 便突然模仿起了温丽 哼 想得美 紧接着便扑哧笑出了声 今天你怎么这么听话 温丽又一次乍毛 没有谢礼的我洗脸去了 可温丽自己都不明白刚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便又走了回来再次确认要不要谢礼 谁料男人很确定不用了 温丽眉头紧锁很是失落 转头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 却怎么也笑不起来 这时宋燕也悄悄地跟了进来 下一秒便主动送上热吻 温丽被这一吻亲的有些蒙圈 男人霸气地解释自己才不要那种谢礼 以是我太太亲的脸不需要找借口 温丽瞬间羞红脸颊大喊 我还没洗脸 你不讲卫生 这个女孩去年还是不知名的小花 因为吃上了爱豆的红利 竟然无视同门师姐 温丽一早来到娱乐传媒大厅 单姐交代着男团选秀会参加人员 这时同门师妹许新月走了过来 温丽刚打声招呼 没想到她静止走过 这去年没出道时候 在公司碰上还叫师姐套关系呢 财红了一年就飘了 温丽轻浮了下眼镜 这是运气好吃上了爱豆的红利 走到哪都是众星捧月 随后便转身走向办公室 我们走吧 一会儿还要和师妹一起开会 几人一起会见了风讯的李总 温丽礼貌上前握手希望这次合作愉快 紧接着许新月也客气的上前打招呼 当李总握上她的手时 便夸奖家瑞传媒真是不错 从老板到艺人个个都是大美女 许新月这时对着温丽问好 温丽表面笑眯眯心里妈卖批 师妹的嗓子原来没坏啊 紧接着单姐跟着补刀 你嗓子怎么了 当着资本的面她直言自己嗓子没事 那估计是忘记戴隐形眼镜了吧 要不然刚打招呼都没看到 她只好尴尬地谎称自己忘带眼镜 李总监这同门师妹气氛真是不错 看来我这首席见证人选的还挺合适 单姐直接霸气说道 要是近视就把这两个月的通告撤了去做个手术 免得哪天连看到我都不知道打招呼 被调教的艺人连忙哈腰点头 对不起 下次一定记得戴隐形 紧接着两位大佬互相商量后续合作事宜 总炸毛的小野猫又和她老公闹矛盾了 虽然是协议夫妻 但她不允许宋燕眼里只有手机 可宋燕的眼里心里装的全是她 刚见完风讯的李总 单姐将温丽叫到会议室 什么事啊还单独把我留下 单姐一整个头大的看着她 那个许星月是风讯正火的星星 为什么要当着李总的面内喊她 是嫌自己资源太好想抛点触觉 温丽有些不悦地陷入沉思 那你刚刚还帮我说话干什么 单姐则表示你可是家瑞传媒最大的摇钱术 我总不能为了她得罪你啊 被宠溺的温丽一脸开心 这时单姐凑上钱问到宋燕 如果她愿意当一期飞行嘉宾 那期定能火出圈 正好也联动一下人间有你夫妻综艺 温丽皱紧眉头觉得她也认识白总 不如直接找她经纪人谈好吗 单姐捏了捏她的肩膀 她老婆就在眼前为什么要舍尽求援 温丽想到两人微妙的关系有些不悦 我说了她也不一定会来 单姐则对她信心满满敲定了告诉我 傍晚俩人同坐一辆车回酒店 路上宋燕却一直盯着手机看 她来协议夫妻还不如别人呢 这时小助理问起飞行嘉宾的事 有没有和宋老师说 温丽架起胳膊理直气壮的询问 宋老师 刚我助理和你说话没听到吗 你要是不记得档期可以问问经纪人 宋燕则是继续盯着手机冷冷的说了句 没听到 她瞬间变成炸毛的小野猫 闻闻刚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我说话就能听见 你耳朵里装不滤气了 宋燕转头望向小野猫这是发什么神经 没装 紧接着温丽上前扒了她的耳朵 让我看看到底装没装 宋燕则一把拉住她的手 然后很认真地看着她 温丽试着去挣扎却怎么也不能逃脱 宋燕见她完全没有感知自己不悦有些失落 随后便松开了她的手 总借着别人的嘴巴跟我提要求 到底谁才是我太太 为你承认第二季拍摄现场 温丽作为首席见证官受邀出席 她化了精致的爱豆装满满的少女感 闻闻夸赞她这妆容不表演真是太浪费了 被夸赞的她很是兴奋 随后便掏出手机就是一顿自拍 她将美美的照片分享到工作群 一向严厉的单姐都称赞效果不错 还要下次帮她选个爱豆主角的剧本 温丽将照片转发给众多好友 唯独到了自己老公这儿却卡住 正在她犹豫支持助理提示即将登场 她手艺滑便发送了过去 这时首先登场的来自 Story Tears新类组和许新月 她作为第一季为你成团的一代大师姐 以导师的身份重回舞台 台下粉丝瞬间沸腾 紧接着主持人大声喊出 接下来这位神秘的首席见证官 她隶属于嘉瑞娱乐公司 她是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年年热剧不断 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 让我们有请温丽 她精致的妆容搭配公主群 一出场就惊艳了全场 当各位导师和见证官都就位 许新月以一首ending pose开启成团之夜 只见她几个动作下来干净利落 惹得粉丝大声尖叫 可没想到她却故意喊话温丽 我们几个导师都准备了节目 你是首席见证官也应该露两手吧 温丽被她这波操作惊住 因为彩排时候没有这环节 紧接着许新月继续带节奏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也特想看温师姐露一首对不对 温丽笑着称自己没有准备节目 许新月则提议她可以freeze到 随机跳两下就行 现场观众也跟着呐喊 看着盛情难却 温丽想着只好上台献丑 音乐想起温丽调整呼吸 当年的她也曾做过练习声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舞蹈 她轻盈的舞姿随着音乐律动 几个动作下来净显了专业性 惹得台下粉丝欢呼声不断 当全场都惊呼温老师表演很精彩时 只有许新月表情僵硬 本是想让温丽当众出丑 却当了功臣 而台下的导演也连连夸赞 这次节目有了温丽的热舞收视率会很高 温丽表演结束后 直接拦住了许新月 你真厉害呀 台本说改就改 这个女生居然想让当红女星当众出球 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让表演急性热舞 好在温丽也曾做过练习声 她轻盈的舞姿随着音乐律动 惹得台下粉丝欢呼声不断 表演结束温丽便想找许新月要个说法 学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给导演提个建议而已 温丽转头撇向导演 就算要节目效果也应该提前告诉我吧 许新月则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节目组只好上前解释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难为你 只是我不太好得罪许新月背后的资本 温丽恍然大悟 能靠关系一步登天 谁还会踏踏实实走路呢 随后评委们落座选手们分组上台展示 这时练习生的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名字 惊住了温丽 只见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孩出现在舞台上 各位导师好 我叫徐丽 温丽招牌是假笑假装不熟悉的样子 很快节目录制结束 温丽准备乘车离开现场 地下停车场徐丽跟了上来 你来这个节目怎么没跟我说 徐丽突然摘掉帽子凑到他身边 我跟你说 你谁啊你 温丽又一次炸毛 小崽子怎么跟姐说话呢 下一秒便满脸宠意的捋顺他的头发 你学古典吉他的怎么跑着来了 弟弟长叹一口气 公司说现在做纯音乐没钱赚 建议我先来这儿吸点粉 自己弟弟来参加节目居然没有打招呼 温丽有些不爽 你是看不起我的人脉吗 徐丽只是不想被定义为谁的弟弟 还称不然早就去投奔百孙哥和宋老师了 温丽气愤的挥起小拳拳 咱俩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你不投奔我却想着去找那俩人 徐丽只是听爸爸说他这阵子不太平 我不用你操心 管好你自己我先走了 温丽伸出猫爪一把将弟弟拽回 好好录节目 别在99个练习生理给我找弟习 被松开的徐丽撒腿就跑 生怕他说叫个不停 顶流女明星手一滑 将自己的美照发送给了还在冷战的老公 谁料竟然一天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温丽早早回到家中等待他回家 11点才听到开门的声音 回来了 温丽没来得及擦干头发便开门询问 怎么才回来 宋燕称只是和百孙出去喝酒了 可看见镜头的他竟想起了小嗲精事件 下意识地询问摄像头关了没有 温丽打着哈欠称早已关了 宋燕却还要亲自检查一番 确认是真的关了才卸下防备 可温丽却还在想白天的那张美照 为什么没有收到回复 难道他之前没有看消息吗 还是说喝酒地方信号不好没收到 于是便擅自拿起他的手机查看 下一秒手机屏幕亮起他却愣住 宋燕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被拿起 温丽突然上前质问 好啊 你不回我微信却偷偷拿我的自拍做屏保 紧接着自恋地炫耀自己的妆容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到能让你这种万年默认屏保都换掉的程度 没关系的 你可以不承认 好看你就随便用了 就在他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时 手机消息响起 温丽礼貌地递过手机 你的消息 宋燕接过手机看到消息若有所思 好奇大半夜给他发消息的温丽也凑上前看了他 原来是许兴月 他竟然以温丽师妹的名义添加宋燕 温丽想着本是协议夫妻 自己也没有过多权利干涉他的生活 有人家你还不同意吗 女明星深中半夜发现美女添加自己老公好友 而这个人还是自己同门的师妹许兴月 宋燕当即将手机交给温丽处理 温丽先是被他举动惊叨 下一秒便试探着说自己会将他骂哭 宋燕笑称你温老师骂人什么时候需要向我汇报了 可温丽听说许兴月背后有大佬撑腰 宋燕则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一万个心 他背后的大佬就是郭导 他是郭导新收的干女儿 没想到郭导居然连我的私人微信都给他了 怪不得许兴月搭话总是聊起宋燕 原来罪翁之意不在酒 现在倒要看看他找宋燕能出什么幺蛾子 刚刚点击添加好友 消息就叮咚叮咚的响个不停 搞得温丽醋意大发 许兴月先是问好卖门靠近乎 紧接着说郭导的那部仙侠电影很期待和宋老师一起合作 温丽见几句话便附带一个表情包便气不打一处来 可没空陪他聊天 便直接拨通了语音电话 这边许兴月看到宋燕的来电兴奋的坐了起来 他满怀期待的接通电话 娇滴滴的喊出宋老师 谁料温丽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让他瞬间炸裂 你是不是忘了 就算有大佬撑腰 你也还是嘉瑞的艺人 除非嘉瑞一姐的位置给你坐 许兴月连忙解释自己没有那个意思 温丽毫不客气的回怼 有没有你心里没点避数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靠山就能踩到我头上了 许兴月则说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这时宋燕走过来作证 紧接着称电影是不会接的 碍于郭导面子不好明面拒绝 正好趁着许兴月的嘴巴转达 许兴月卑微的道歉称打扰了 就在刚要挂断电话时 温丽喊住了他 你等等 半夜加我老公微信很打扰我们夫妻夜生活知道吗 随后便将其挂断拉黑一条龙 可宋燕并没有接过手机 转身拿起浴袍说要去洗澡准备一下 温丽不解她要准备什么 宋燕转头说道 夫妻夜生活呀 我那是 温丽瞬间羞红了脸颊 女明星职场上抢资源 暗地里却靠关系接近男明星 是被男明星老婆抓个阵阵 许兴月是我 他听见是温丽的声音瞬间实话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温丽提醒他不要忘了还是佳瑞的艺人 除非张总愿意把佳瑞一姐的位置逼你坐 还有就是半夜加我老公微信很打扰我们夫妻夜生活 一顿训斥后便挂断电话拉黑删除一条龙 听到这话宋燕并没有接过电话 拿起浴袍走向浴室收药准备下 温丽不解她这是准备什么 宋燕撇了撇她 夫妻夜生活 我那是 她还真去洗澡了 第二天一早娱乐八哥爆出温丽担任为你成团首席见证官 网友纷纷为温丽节目开场时被临时安排跳舞而鸣不平 粉丝们力挺温丽 全网一边倒的刺责某导师加戏 没想到丹姐的攻关速度这么快 短短一晚便人尽皆知 丹姐帮她分析许兴月红的贷款 有点看不清路 紧接着丹姐有些头疼说起下个月预定的慈善晚礼服 最后许兴月也到拨店里非要是那件法国运来的高地 随后丹姐拍了拍温丽的肩膀 放心 人家品牌方立场很坚定 当场就拒绝了 可温丽哪能受得了这起 立马让文文掉头再去躺高定店 我们也去试一试衣服 很快他们到达KK高定服装店 把上次许兴月来店里试穿的都拿出来 紧接着温丽试穿了她的礼服 想着今年上诞年有好多红毯要走 没想到师妹的眼光不错 这两件礼服先给我吧 店员听从安排将礼服打包让她拿走 温文直呼给力 她抢你一条 你抢她两条 拍完每每自拍温丽 直接将试穿礼服美照发给了许兴月 气得她将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而且她刚还被对方删除了好友 明星夫妇第一次同框上直播 节目组又开始搞事情 下午温丽回到家便在卧室刷自己的视频 只见为你成团里她清明的舞姿随着音乐律动 几个动作下来净显了专业性 粉丝的弹幕也是飞得不停 但我三里老不绝了 此发三里觉得我哭泣 当看到网友的弹幕她便笑得合不容嘴 就在她美滋滋地走出卧室时 却发现宋燕出现在客厅 竟完全不知她什么时候进的家门 宋燕则以为她在睡觉没有打扰 温丽随口问了她是否有看到热搜 宋燕则毫不知情地询问什么热搜 她表面微笑也是尴尬 心里却暗搓搓地生气 连我神机直拍的热搜都没看到 哼 那边人间有你节目组监控室的老师等了一下午 两人一点互动都没有怎么交差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 她将监控画面放大 下一秒便流下激动的泪水 导演终于让我抓到素材了 傍晚两人一同现身直播间 直播刚开起粉丝们便狂刷礼物 温丽搓了搓宋燕提示她要感谢粉丝的礼物 谢谢三里每人一碗几次的一百个潜水艇 第一次上直播间的宋燕有些不清楚规则 这是隐私问题不方便回答不好意思 听到这个网民温丽气的眼睛都白了 这个粉丝你怎么又来了 随后她便小声提醒宋老师这样的ID不能念出来 下一秒便在直播间教育起粉丝 你们成年没有 说话这么嚣张 而宋燕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发火 就在这时直播间网友一直在刷节目组的30秒预告片 两人一起摇头表示不清楚 在粉丝的提醒下俩人找出手机决定一起观看 这时温丽按下人间有你的预告片 只见温丽看了一下午视频被全程记录了下来 笑得四仰八叉的样子一闪而过 原来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吸粉都是在凡尔赛 接下来让我们康康送美人的咸鱼日常 看老婆的绝美直拍一看就是两个小时 一遍刷不够就反复刷 还给夸赞老婆的评论多点赞 把跟季季抢老婆的评论通通举报 要不是亲眼所见 温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宋老师做出来的事 而宋燕已经尴尬到手指无处安放 娱乐圈顶流夫妇协议结婚 却被邀参加夫妻综艺撒狗粮 两人第一次同框直播居然就当众出球 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 竟把两人生活日常剪辑30秒短片作为预热 只见温丽在家四仰八叉地 看着自己直拍视频和不拢嘴 而宋燕则是将评论区夸赞老婆的视频都点赞了一遍 还把根据几强老婆的评论通通举报 就连粉丝也是万万没想到 竟会以这种方式被美元翻牌 傍晚两人上床休息 温丽将小脚脚伸出踹了踹宋燕 你不是说你没看热搜吗 宋燕则假装示意完全不记得这个说法 紧接着便称一天那么多热搜 谁知道是哪个热搜 况且你当时不就是想让我看你的热搜视频吗 怎么不好意思说 听到这话温丽竟然无言以对 看着她转身呼呼睡着 温丽气不打一出来 刷一下将被子掀开 下一秒便气声而上 别跟我转移话题 我现在问的是为什么刷我的直拍视频 宋燕被这只猫咪抓着不放瞬间清醒 难道这些视频我看不得 温丽继续质问她为什么还要举报我粉丝的评论 沉默许久的宋燕称你是我太太 温丽一脸高傲的说出只是协议而已还要当真 只见她的猫爪一点点扶上 宋燕警告她再不下来便要当真 她插着腰理直气壮 你能把我怎么样 男人的手放在她的腰上一点点收紧 下一秒便抓起她的痒痒 挠得温丽笑抽了筋 直到她彻底服软宋燕才停了下来 拍了拍她的小脑袋已是警告 这时温丽提起上次一句话不说 就悄悄将我自拍当了平保 听到这话宋燕生怕自己的小心思被错穿 谁料温丽发出灵魂拷问 你是不是我的眼粉 他们是娱乐圈的鼎流夫妇 却不是因戏声情而结婚 而是如外界传言的协议夫妻 节目组为了夫妻综艺下期节目的拍摄 特邀美组嘉宾进行采访 主持人却问出了让他们尴尬的问题 彼此印象最深刻的影视作品是哪一部 不能是二位老师合作过的作品哦 温丽皱眉眉吗 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合作 根本没有合作过的两人静静地思考着彼此的作品 因为温丽基本没看过宋燕的作品 只能记得宋老师近期拍过的作品 如果非要选一部的话 那就《陌路狂徒》吧 而宋燕则是她的每一部戏都记忆犹新 于是便选了印象深刻的《九重碎玉灯》 没想到这么久以前的作品她还看过 回答完主持人的问题后 两人乖巧地听从指令 过两天的外景任务 就将以他们刚回答的作品为内容 两人一起演绎一遍剧中的名场面 次日温丽看完《陌路狂徒》 发现居然是双男主的剧 我总不能演男的吧 温丽纠结着该如何饰演角色 因为那部剧确实没什么男女对手戏 宋燕则提议一起看看温丽的那部仙侠剧 提起那部仙侠剧 温丽突然气不打一出来 我那么多剧你不选 偏偏就挑选了这部啊 宋燕也没想到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戏 居然要被安排重演 这时宋燕找到经典桥段打算再看一遍 只见剧中的温丽奶生奶气地说着 我会死的 或许是太久没有看自己的作品 这可把温丽听得一声鸡皮疙瘩 下一秒便抢过遥控器按下暂停键 一旁的宋燕不知所措地吓了一跳 紧接着便低头询问什么情况 温丽看着屏幕尴尬地羞红了脸颊 我真是演不了 当年为了演这个都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宋燕则拿起剧本反复查看剧情 既然当年都能克服现在不能克服了 温老师对自己这么没自信了 温丽想到那羞耻的情节真是让人头皮发麻 支支吾吾不想提起 可宋燕则提议不如在家先试着演习一下 随后便将节目组的监控关掉 这次打监控室里面的老师气到冒烟 是个戏而已有什么不能看的吗 能不能考虑一下收视率 这时温丽拿起剧本记起了台词 随后便啪的一声将剧本摔在了地上一秒入戏 现在就开始吧 顶流女明星居然还有不过沈的剧 网友们纷纷炸开了锅 三立你背着我们还演过那种不可描述的剧吗 看着网上留言四起 温丽不禁发呆 我可是正经演员 只是回想昨天与宋燕在家对戏的情景 真是让人尴尬 温丽拿起剧本熟悉台词 当看到那句发情的雪雕此事化作人形 温丽秒入戏 那就开始吧 冰冷的雪山脚下 一只雪雕化作人形苦苦哀求道长 他浑身颤抖着向前爬行 你帮帮我吧 只见宋燕饰演的道长紧闭双眼 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 他隐人狠心地转过头说道 你忍忍吧 雪雕上前紧紧地抱住道长不想他离去 忍不了了 我会死的 于是就有了经典名场面 雪雕这种动物如果在发情期没有雄性 便会气血上冲气体不畅 很容易丧命 作为修仙炼道之人 救人就是积德呀 道长的手颤抖着不知如何安放 下一秒宋燕便将温丽紧拥入怀中 温丽突然弹开 宋老师你演错了 这里要将我推开 宋燕看着眼前漂亮的小娇妻想着克制在克制 看来自己还真不适合饰演道长 温丽连忙用手拍的拍他给予鼓励 宋老师演得挺好的 就在他犹豫还要不要继续演下去时 宋燕又一次将他报警 温丽的脸颊微微放红 分不清这是演戏还是现实 完全不按据本来的宋燕将头埋下 轻声说道 大概是发情了吧 温丽的表情从惊恐变成了惊吓 你在说什么呀 娱乐圈的顶流夫妇到哪里都是话题的焦点 先是有死对头上前挖苦 后有当红女团当众表白 顶流夫妇受邀参加慈善晚宴 只见温丽一心抹胸长裙气质温婉可人 放在人群中尤为抢眼 王老师热情的向他们夫妇打招呼 阿燕 你太太这么靓丽 有没有打算与你合作电影 阿燕手里有不错的本子 也给你太太看看 夫妻俩人一起进步吗 温丽婉拒了老师的好意 谦逊的称自己还不能担得起大萤幕 紧接着几人落座嘉宾席 这时郑雪见温丽坐上了高端局 便屁颠屁颠的上前打照面 宋老师 好久不见 紧接着他俯身对着温丽冷嘲热讽 我说你哪来的脸坐这桌 被挖苦的温丽完全没当回事 转身狐媚的看向他 凭我老公是宋燕呢 可郑雪却没打算善罢甘休 除了靠老公还能靠什么 连老公都没得靠不是比我更惨 郑雪被对得压口无言气的 眼珠子低流元 只好灰溜溜的走开 而这时舞台的另一段 当红女团成员 齐思涵闪亮登场 谢谢韩寒的精彩表演 主持人询问 对今天到场的嘉宾 有特别想合作的吗 他毫不犹豫地 称自己的偶像就在现场 主持人提醒 如果是男艺人 小心自己的粉丝会吃错 不是男艺人 他娇羞地望向温丽 是温丽老师 两人四目相对 懂得都懂 粉丝直呼这颜值太好磕了 温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 之前为你成团二十 听他说是粉丝 还以为是在恭维我吗 原来是真的 温丽双手放胸前向他比心 主持人调侃 喊喊你当着宋燕老师的面表白 温老师 就不怕得罪宋老师吗 只见宋燕拿出了正宫的气势望向他 当自己老婆被人当众表白 镜头里面切换至宋燕 不论男女他都提高警觉 宋燕拿出了正宫的气势望向他 齐思涵连连招手 我对温丽老师只有崇拜之情没有别的 希望宋燕老师不要介意 紧接着他满眼期待望向温丽 上次您在综艺上跳的那男团舞蹈特别帅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跟温老师一起跳我们团的舞蹈 主持人立马喊话 要不就今天现场教他跳一个 温丽表情猙獰 事宜今天穿这身不方便 他礼貌的接过话筒 直言不用麻烦教学 回家自己学 学好了教作业 表面平静的他内心却崩溃大哭 这可真是人在台下做 活从天上来 这时二楼VIP包厢内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正在看热闹 他正是心意集团总裁温严 李总提示这个女艺人叫温丽和您是本家姓 要不是嫁给了宋燕这个板石的二把手 一会儿还能叫他上来给你打个招呼 温总突然变得很严厉 既然是本家 李总还是少开这种玩笑 这时温丽坐下赶忙查看女团歌曲的风格 一个手机消息便弹了过来 温丽顿时黑脸 还有比这倒霉的似的吗 下一秒他便小鸟依然地投入宋燕的怀中 宋燕不解他这时怎么了 紧接着温丽在他的怀里蹭了蹭 我们是夫妻 现在我有男女愿不愿意帮忙 宋燕询问什么忙 温丽将手机消息给宋燕看 只见舅舅发来消息 比起学跳舞 还不如多抽空回家看看你老爷 见我舅舅和帮我跳你团舞 你选一个替我出面吧 宋燕一把推开了他 就知道突然示弱定没好事 那就见你舅舅吧 温丽继续询问 你不选跳舞吗 看着他得寸进使宋燕威胁道 再这样我就一个忙都不帮了 她是人间清醒的女明星 专制恋爱恼女人和收拾渣男 慈善晚宴散场 温丽挽着宋燕准备去见舅舅 却看见死对头正学老公 明目张胆地与别的女人勾肩搭背 而这个女人是新生代演员 因跟温丽有三分相似 所以外号小温丽 看不惯的温丽长叹一口气 真是晦气 到了饭店的走廊 温丽一路小跑将宋燕推进去 而自己却已去洗手间 为由溜之大吉 宋燕独自来到VIP事件温总 宋先生这几年发展得不错呀 都是托温总的福 高手过招聚聚夸赞 紧接着宋燕询问 不知温总找我太太有什么事要交代 威严则是很严肃地称 家里的是不需要外人插手 宋燕则是霸气护妻 称护着我太太属于天经地义 温总一副瞧不上人的样子 你护得住吗 这有什么难吧 离起你这个做舅舅的 至少两年前我做到了 威严这才意识到 这个外甥女婿和十年前真是不一样了 不知道她用了什么筹码 让温家放弃了和百孙父母的约定 就在这时宋燕收到了温丽的消息 称在洗手间碰见个温神走不开 舅舅那边先帮忙应付下 这边温丽碰到了死对头郑雪 她上前就攥住了温丽 完全就是一副狗皮膏药 还一副泼妇的样子大喊 是不是你把我老公约到二楼来的 温丽甩开她的手 说今天穿这身衣服不方便 要打架改天再约 紧接着用湿巾擦了擦 她被她抓过的手腕 可郑雪却委屈巴拉的哭诉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我承认你比我强 性格比我吸粉也比我漂亮 可是咱们再怎么争资源 都是工作上的事 温丽见她今天状态不对 难不成是被谁浑穿了 下一秒她却大怒 你听我说完 工作竞争都正常 可你不该和我老公扯上关系 还拿当年俩人地下恋情说事 就因为陆明和温丽合作营业后 陆明就开始对郑雪不上心了 一口一个小三的骂名 又扣在温丽的头上 温丽又一次耐着性子向她解释 我最后说一遍 我那时只是和陆明正常营业 而且我经纪人询问她 是明确回复是单身 郑雪这个恋爱脑 完全不信她的说辞 紧接着温丽对她说出了扎心的话 你老公就是个垃圾 是个有女朋友 还对别的女人是好的渣男 是个出了事 就会把过错往女人身上推的懦夫 听到这些刺耳的话 郑雪却冷笑着 紧接着便反问 既然你这么无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二楼 温丽坦荡的回应 二楼的贵宾是难道你都包圆了 可是我刚看见陆明也上二楼了 难道你们不是偷偷在这里约会 听到这温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大不留心的冲出去 像是要去破案一样 女明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三 张牙舞爪的从舅舅那里夺过房卡 竟然带着死对头去现场捉肩 察觉到不对劲的温丽 快速走进舅舅的VAP包房 上前就索要这二楼所有包厢的钥匙 我知道你有办法帮我拿来 温也眯了眯眸子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下一秒他秒遍小女人 另外生女现在急需要包厢钥匙 来证明没有给人当小三 请你帮这个忙好吗 听到这话温总不悦 谁把你当小三 谁料温丽竟直接将他从座位上抛起 能不能别磨叽了 平时挺利索的一男人 怎么关键时刻就尾了 逗得宋燕扑呲笑出了声 气得温总在后面指着鼻子骂 我可是你舅舅 你那小太妹的语气给我收起来 这时宋燕询问要包厢钥匙想做什么 温丽一本正经的回应 桌间酒店走廊里 温丽敲咪咪的走在前面 看来你对你老公是真爱啊 完全不知情的郑雪跟着后面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这时他走到贵宾室突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将房门打开 示意不要出声 俩人悄悄的靠近卧室 屋内的女人正见嗖嗖的询问陆明 你是喜欢郑雪多一点 还是温丽多一点 陆明回应郑雪多一点 毕竟和她在一起七八年了 上学那会儿就在谈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确实也喜欢温丽 和她吵CP那段时间 她知道我有女友就跟我绝交了 反而让我更欣赏她了 听到真相的郑雪才知道自己被骗 而陆明却还在里面说要抓紧办事 床上的女人还在埋怨陆明 忍不到去酒店 陆明却直言这里比酒店安全多了 看到这里郑雪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清醒的温丽直接向她要手机 下一秒便抢过她手里的手机 你要干什么 你说呢 纯女人 紧接着她便开启录像模式 而郑雪却像个傻逼一样阻拦 你要是曝光出去陆明就完了 温丽忍不住怒火训斥 帮你拍证据是因为这种男人恶心到我了 别把你的智障恋爱脑行为传染给我 当渣男与小三酒店优惠被当场抓包 纯女人郑雪却还在担心渣男丈夫的前程 气得温丽怒吼 别把你的智障恋爱脑行为传染给我 可郑雪却说她不懂 若今天出轨的是宋燕估计你只会比我更智障 温丽冷笑 呵呵 她要是敢变心 我就原地将她物理阉割 紧接着她便教训郑雪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把出轨的渣男当宝贝虫 听到这话郑雪替自己一肚子的委屈名不平 她望向屋内不堪的画面心中燃起一枪怒火 随后便破门而入 吓得屋内的狗男女连连大叫 她全身颤抖竟说不出一句话 下一秒便扑通双腿跪在陆明面前放声大哭 本以为郑雪要原地爆发的 谁都要进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紧接着陆明上前又将责任贴得一干二净 是这个女人先勾到我的 小雪你相信我 她跟两年前的温丽一样 知三当三 本不想多管闲事的温丽听到这话也走了进来 渣男见温丽走进来知道自己是白口莫辩了 我总算知道你两年前是怎么给你老婆洗脑的了 就在陆明想继续巴虾之时 温丽彻底看清这个渣男 紧接着抬手便是一个大逼都挥了过去 陆明被打得错不及防 这一巴掌打得甚是过瘾 可惜今天温丽本人在场没能让她洗脑成功 要不然不知又被她说成什么样 可郑雪却只知道哭天抹泪 随后温丽来到舅舅包房送房卡 温总静坐本想与她聊上几句 谁料温丽竟直接扭头就跑 舅 宋燕还在等我 我先走了 温总询问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温丽得意洋洋地称自己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还挺轻松的 那什么 门卡的事谢谢舅舅了 听到这话温严诧异 这个每次见面都恨不得是就泄愤的外甥女竟然会泄自了 刚说完客道话的温丽又开始犀利起来 今天这算紧急情况才让你给我开了个小后门 不算我靠家里关系哈 所以你不能用这理由逼我认输回家 看这外甥女还是这么伶牙利齿 温严也不打算和她计较了 只是临走时嘱咐她做好自己明星吧 记得有空回家多看看老爷 这次舅舅似乎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 随后温丽露出招牌式微笑和舅舅告别 幸福的婚姻在外是有底气秀恩爱的 而不幸的婚姻莫过于头顶青青草原 亲眼看见老公出轨的郑雪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这天郑雪到地下停车场见温丽 竞争了多年的两人忠于心平气和的正常谈话 郑雪已经联系好公关团队 待事情都安排妥当便要公开渣男路名的所作所为 也让温丽做好心理准备 一向心高气傲的郑雪眼神里没有了光 她低着头询问 郑雪的不至于 毕竟她这个下场都是她恋爱脑活该 因为跟渣男路名比起来 还是路名更让人讨厌 可是到如今恋爱脑郑雪还在哭诉深爱着路名 听到这话温丽气的攥紧了小拳拳 这于木嘎大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可郑雪却拿她和宋燕的婚姻说事 那天路正举前你能说出那番豪言壮语 只不过是因为你没那么喜欢宋燕而已 天哪 自己恋爱脑嘲讽人家理智 突然郑雪情绪有些失控 质问如果那天现场抓的是宋燕出轨 她会怎么办 温丽觉得她简直是无可理喻了 以为人人都跟他们家路名一样啊 我们家宋老师才不是那样的人 这时宋燕的车已经开到停车场 我以前以为你没有那么喜欢宋燕 但是有时候你行为又让人觉得你挺喜欢她 温丽提醒她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吧 还警告她若敢到打一耙 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紧接着温丽开启秀恩爱模式 我们家宋老师她爱我爱到无法自拔 心里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 女明星是要自己老公心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而且爱自己爱到无法自拔 可她却没有勇气在协议老公面前坦言 生怕当吹出去的牛皮被宋燕听到 她连忙扒亮眼睛盯着昏睡的宋燕 并对着她念着咒语 没睡熟的话就睁眼 下一秒宋燕便睁开眼睛 你的目光吵醒了我 温丽搜一下弹开装作若无其事 宋燕一脸宠溺的屡顺她的秀法 谁让我爱你爱到无法自拔 心里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 瞬间让温丽尴尬躲开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谁让你偷听人家讲话的 傍晚她静坐在床上思考 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相信宋老师呢 看着她目光呆滞 宋燕递上一杯热牛奶 在发什么呆 她先是有些迟疑 下一秒便火冒三丈 想起陆明找了个 跟我长得有点像的女人出轨就恶心 但女人好歹也占了我的五官优点 怎么就知三当三跟那个渣男搞一起 不过生气归生气 我也教训了渣男骂醒了郑雪 还帮你说了话 不会像陆明那样 这么信任我 那如果我真出轨了呢 听到这话温丽已经没有了白天的底气 毕竟我们是协议结婚 就算你找了别人 我好像也没有理由教育你 宋燕瞬间皱紧了眉头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让她不要多想 随后便关上灯呼呼睡去 温丽想想刚那么说不就相当于 告诉她出轨也没事吗 要是她听了话真出轨怎么办 这可不行 下一秒她硬是把宋燕拍起 快起来我话还没说完 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 但你不允许在协议结束前找别人 自己说完又感觉到很矛盾 我没有要管你的意思 当然你也有喜欢别人的权利 只是觉得既然是夫妻该有的体面 还是要有的 免得分开的时候闹得太难看 你懂我的意思吧 困得五迷六道的宋燕 听她说了一连串的胡话愣在原地 温丽继续解释着 当然我们离婚后 你想找谁就是你的自由了 我的要求都在这段时间 话还没说完 宋燕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生冬半夜话怎么这么明 下一秒便轻轻地吻了上去 指尖轻轻拂过她的秀发 你直接说不许我出轨不就好了 女明星因担心协议老公劈腿 而半夜睡不着 硬是将老公从床上拽起来 还说了一连串的道理 宋燕一把将温丽搂入怀中 你直接说不允许我出轨不就好了 温丽瞬间羞红了脸颊 却还死鸭子嘴硬 宋燕见她可爱的模样笑出了声 一直没有等到回应的温丽锤起了小圈圈 你笑什么笑 男人再次将她搂入怀中 我答应你不找别人 听到这话可把温丽笑开了花 我这都是警示你做的有必要提醒 下一秒便坦言在郑雪面前放狠话 如果你敢出轨 我就把你淹了 第二天一早可把温丽忙坏了 郑雪的爆料虽成了热搜 但却被陆明反咬一口 他气冲冲地致电郑雪 你今天给渣男留一条路 明天他就能顺着这条路爬过来给你一刀 紧接着便助攻郑雪放出视频实锤 还好郑雪不负众望放出视频并向温丽道歉 同时温丽也将当初与陆明的聊天截图放了出去 顿时内于地震 隐藏了多年的实情终于真相大白 渣男被实锤 陆明他房 粉丝讨伐渣男退出娱乐圈 温丽终于等到这一天 不忘与丹姐分享这喜悦时刻 随后温丽转发了郑雪的道歉微博 宋燕刚起床便拿起手机查看新闻也不禁替他开心 紧接着温丽看到家里的摄像头 想到陆明出轨 那么他们这对CP将会退出人间综艺 可当初自己是为了对手才来参加的 那么现在还要和宋老师继续演下去吗 这时温丽像是没有了方向而唉声叹气 宋燕做好了早餐看到他发愁的样子询问 怎么了 温丽只是说最近行程安排的比较蛮有些累 男人贴心的将牛奶推了过去 年底的不想太累的话可以推掉一些通告 可想到如果退出人间有你综艺 那么邀请夫妻俩录制的其他综艺也就没有了 两人的行程就不存在交集了 以后也不用在公众面前捆绑营业了 等到大家对这对严厉夫妇热情淡去 那时候离婚的消息也就能顺理成章发布了 想到这他愈发有些头痛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女明星小三的骂名终于沉渊得雪 本应该沉浸在喜悦中的温丽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死对头退出了人间有你综艺 而他也没有必要与宋老师继续捆绑营业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宋燕叫住了他 担心他昨天折腾太晚受粮便上前来了的贴贴 用自己的体温测试他有没有发烧 温丽搜一下弹胎 没事的就是最近太忙了 宋燕只是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两年前他就发誓不再吵CP吃红利 可如今与宋老师捆绑却乐在其中 心里意识到是舍不得宋老师却怎么也不肯承认 只好安慰自己是太贪财了 下午温丽来到舞蹈室排练舞蹈 这次他将学习王心灵老师的爱你 要跳出十七八岁少女的样子 老师指导几遍后称他是演员 悟性很高便放心离去 留他一人在室内训练 经过几番训练他大汗淋漓的摊坐在地板上 将录制好的视频分享给小助理 小助理惊呼这动作表情简直是太到位了 分分钟便将视频剪辑发送了过来 姐你超可爱的 看着自己撒娇卖萌还连带特效越看越是欢喜 于是便决定发给宋老师看看 有没有当年十六岁的风采 这边宋燕刚刚录制完访谈手机便发来消息 温丽提示要走远一点看确定没人才能发送 男人忍不住偷笑这又是在搞什么鬼 温丽半天没有等到回复以为他不感兴趣 几分钟过去后消息响起 是给我的福利吗 瞬间让温丽羞红了脸颊 这个变态在想什么呢 女明星普遍了一上午的舞蹈决定分享给老公 看看有没有他当年十六岁的风采 谁料这个死变态却以为是福利 温丽转头就发给了家里的兔崽子纯情少年 怎么样有没有你姐当年十六岁的风华 这边徐力练习完正在宿舍休息 收到姐姐的视频尴尬的直冒汗 这么大岁数了非要装小女孩 立马泼了盆冷水 答应我 祸害我一个人就够了 千万不要给阿燕哥看 姐弟俩便顺着网线掐了起来 没眼光的狗东西 躲在厕所里玩手机小心臭死 小心我跟节目组告发你私藏手机 弟弟收到这么狠毒的话也不是吃素的 记得当年阿燕哥就和自己展现出了惊人的高级审美 而且还纠正自己是在宿舍 别以为都跟你一样长在厕所里 紧接着温丽提醒宿舍是有直播镜头的 真是出生时候把脑子望咱妈肚子里了 刚被数落完工作人员就推门而入 你小子刚在刷谁的视频 只要跟兄弟说就能帮你保密 徐力一脸嫌弃的称是温丽的 工作人员以为她是温老师的粉丝 还称如果能留到后面有机会 就让她上台与温老师来个情侣热物 听到这话她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这边温丽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别给宋老师发了 傍晚徐力发来消息称被温丽卖萌的视频 拉到了眼睛 这种视频折磨我一人就行了 这让宋燕更是好奇到底是什么视频 而温丽正在回想当年宋燕来家里 给弟弟补课时的场景 那天她特意穿上了高跟鞋搭配巴比托尾裙 化了美美的装走进了弟弟书房 老弟 我好看吗 徐力扒俩眼睛看不上她 一句不好看就被薅了头发 看到屋里的宋燕便想询问个究竟 她教主正在思考的宋燕 满是期待的等待夸赞 学长 你觉得好看吗 男孩子被问到这个问题不由得害羞 下一秒便匆忙地将眼睛从她的身上一开 不知所措的她说了句一般 这可把徐力笑到差气 一般就是不好看的意思 温丽气得火猫三丈觉得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 连忙灰溜溜地走出房间 只是宋燕才反应过来 其实是她太美了只是不敢直视而已 女明星乔装打扮成了学生妹 因为她要兑现当初答应齐思汗跳动 就在小助理要帮她宣传时 温丽却赶忙拉住了她 生怕自己老公看见 刚刚人间有你因为郑雪陆明夫妇退出 特邀齐思汗与严准两人凑成了实习夫妻 消息刚官宣便引起网友围观 粉丝纷纷喊话宋燕 七微速回 你老婆要跟她粉丝搞百合了 可温丽却一筹莫展 因为她之前答应她要跳女汤 这时宋燕从浴室走出 询问她在看什么这么入审 而自己也掏出手机看看又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温丽连忙上前捂住了屏幕 解释只是七思汗官宣人间有你做的互动 生怕她再继续关注后续 因为她不想宋燕看到她跳女团武装呢 紧接着便假装淡定地询问 你一般不看男团选秀综艺吧 宋燕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 如果温老师希望我看的话 话还没说完 温丽便上前堵住了她的嘴 麻烦宋老师继续保持原则 宋燕忍不住笑了笑 看来她这是要搞事情了 第二天温丽来到为你成团节目录制 化妆师这次为她量身打造学生魅装扮 文文见了不停夸赞 只见她梳着双马尾穿着格子校服裙 加上她精致的脸庞 完全没有违和感 少米感十足 文文激动地要帮她拍下照片来做宣传 吓得她连连说不 可文文不懂明明这么可爱为什么不宣传 温丽一整个头大 她可是使出了18版武艺才让导演不放在正片里 还宣传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当逢影视明星参加综艺进上台跳起了舞 本以为说服导演不会放到正片里面 这样就当是只给现场粉丝的福利 可谁料她不想让看的人竟直接来到了现场 后台化妆师正在为温丽乔装打扮 这时许兴越茶里茶气地走了进来 温丽正住 毕竟两人上次因服装的是闹得挺难看 不知她这次来又找什么茶 许兴越坐到她身边询问宋老师会不会来录制现场 没想到半夜加宋言微信还不够 现在又来当面询问 温丽直言她不会来 你有事吗 许兴越叹了一口气 那些练习生都希望师姐你跳到白情歌时候宋老师能在 这下可惜了 温丽不解的回应 她来干什么 难道看我被公开处刑吗 紧接着许兴越上前挖苦 宋老师的通告一定是很满 才不会为了看师姐你跳个舞特一赶来吧 温丽有些担心 难道节目组有什么内幕 你说了这么多 所以她到底来不来 许兴越高傲的摇了摇头 没有收到通知就不会来了 听到不会来 这下温丽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你下次说话不要大喘气 就直接说重点就行 许兴越瞬间蒙圈 本想讽刺她演出老公都缺席 怎料她去看上去比谁都高兴呢 很快温丽代表导师登台现舞 她深吸了一口气 想着本就是为了赚钱 跳个舞有什么难的 此时人群中一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悄悄走了进来 没错 是宋燕 她偷偷的来了 舞台灯光亮起 宋燕在人群中望着台上的温丽 只见她一身学生魅装扮 梳着双马尾搭配精致的妆容少女感十足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她舞姿灵动 惹得台下粉丝尖叫 大喊她的名字 可就在她朝着人群中发射爱心时 人群中一个身影是那么的熟悉 她朝着温丽投来微笑的那一刻 温丽少女的脸庞突然惊慌失措 怎么是她 她怎么会出现在观众席 影视明星一席学生装扮跳起了女团舞 可当宋燕出现在人群中 温丽瞬间慌乱无措 下一秒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原来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 特邀宋燕突袭探班 被邀请的宋燕瞒着温丽前来赴约满是期待 路上导演询问温老师参加这个男团选秀综艺 周围都是年轻活力的男孩子 不知道宋老师会不会有危机感 宋燕则是满脸自信地表示 除了年纪我还是挺有优势的 导演紧接着说练习生中也有和宋老师年纪相当的 宋老师要不要也穿上练习生制服顺便跳一下那股 这次宋燕则是肯定的回复不要 导演尴尬的咳了咳 偶像包袱不要那么重吗 虽然温老师也不适合那个舞 但是你看人家多能豁得出去 可宋燕却没觉得这个女团舞不适合温丽 回忆起学生时代宋燕偶遇温丽的场面 她梳着高马尾突然窜出 然后坐着小花猫的表情吓唬人 可没想到对面的人竟然是宋燕 温丽顿时将注 谁让你跟百森哥差不多高 又跟她穿一样的校服 宋燕则嘲笑她像只猫咪一样还能吓到谁 脑袋一阵凌乱的她回应 那你好厉害哦 下一秒便转身跑开 这时百森哥出现 你是不是又猫在这吓唬我 随后便是小拳拳捶了过去 想着温丽年轻时颜值还真是惹人爱 不仅有些这极路上这么堵 会不会赶不上温老师跳舞啊 此时摄影棚外宋燕卡点赶到 她低调的混入群众当中 可当音乐响起她同样也投去爱慕的目光 茫茫人海中温丽一眼便认出了她 在仔细确认后才反应过来是宋燕 宋燕则是小鹿乱蹦连忙闪躲 温丽则立马跪在了舞台上 生怕被她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而此时主持人来到宋老师跟前 你们看是谁来了 宋燕热情地打着招呼 哈喽 我今天是过来探班的 惹得台上选手以及台下粉丝尖叫 这是真的吗 不是在做梦吧 此时主持人请她一步到舞台上扶一下温丽老师 她一定是跳泪地站不起来了 温丽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搓了一下 看着她缓缓走向自己 王子般地向她伸出手 吓得她立马弹开连连后退 就在宋燕询问她在躲什么时 她却满脸通红支支吾吾 紧接着竟然说是因为害羞 粉丝们尖叫果然是真夫妻 简直太好刻了 顶流女明星跳起女团舞满满的少女感 可谁料她老公居然被节目组邀约来探班 满脸害羞的温丽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齐思涵上前询问宋老师这个女团舞跳得怎么样 宋燕夸赞曲风青春活力 舞跳得也很可爱 谢谢宋燕老师 这是我们团的歌 温丽却害羞地一直不敢抬头看宋燕 可没想到宋燕又补上了一嘴 跳舞的人更可爱 温丽瞬间羞红了脸颊 而台下的粉丝也跟着起哄 温丽却皱紧了眉头 不知道她这是夸赞还是演戏 表演结束后 温丽马上换回自己的装扮 坐在梳妆镜前发呆 此时导演走了过来 询问今天宋老师的探班惊不惊喜 只见她面部绷紧翻起来白眼 只有惊吓好吧 节目组为了效果也不用这么搞我吧 一想到自己装嫩跳舞的画面真是羞愧 以后就算是齐思涵跪着求我 我都不带跳的 导演却说可是宋老师一直夸赞你很可爱啊 温丽一本正经的回应 别忘了她可是影帝 她心里指不定都要笑话死我了 工作人员听后震惊 是吗 看起来还真不像是演出了的 这边宋燕回到家就接到导演的电话 感谢她的到来为节目的效果做贡献 挂断电话后她便立马闯进了卫生间 用冰冷的水将自己降温室图让自己清醒 还好这次是按照自己的本意说了出来 没有让她看到我失态的样子 下播后温丽迟迟没有勇气推开家门 她不知以什么样的形象去面对宋燕 可想想这明明是自己的家呀 在怕什么 于是她悄悄推开房门却听见卧室里有声音 吓得她连忙跑进了阳台生怕被宋燕发现 这时宋燕推开了房门 你回来了 女明星她老公终于撒糖了 完全不顾节目组的摄像头竟然转身扑向她 空气中都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为你成团录制现场 宋燕被邀突袭嘉宾 恰好撞见温丽跳学生时代的女团舞 让她瞬间觉得羞愧不已 可节目组的以及现场粉丝都连连起哄 直呼真夫妻就是好客 温丽回到家便悄悄跑进了阳台 将自己关在阳台不想见到宋燕 可她老公却上前敲了敲玻璃 我们要不要聊聊 因为今天宋燕被节目组邀约 突然探班让温丽有些不悦 没找你算账是我心胸大度 实相的话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宋燕听见她刺耳的话语长叹一口气 好 我消失 紧接着变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可温丽看见她离去的背影却有些失落 谁料宋燕却止住了脚步嘴角不禁上扬 下一秒便将阳台的门推开扑向了温丽 男人的突然靠近让温丽有些措手不及 温丽紧靠在阳台的玻璃按上 你这是干什么 可宋燕去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温丽脸颊瞬间红成了苹果 你笑什么笑啊 男人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我笑你是个傻瓜 还没有等她反抗 下一秒男人就重重地吻了上去 微风轻轻拂过 温丽的长裙飘起 就在她想正脱开时却也深陷其中 可节目组的摄像头只能隐约看到 两人紧紧在一起的画面 惹得在后台的导演大怒 当时是谁负责安装摄像头的 为什么没有在阳台装上一个 明星夫妇在阳台偷偷亲吻 可阳台恰好是节目摄像头的死角 急得摄影师在监控室直跺脚 温丽害羞地将宋燕推开 有摄像头 就在监控室几人到处寻找时 温丽走进屋内 为了试图掩饰早已羞红的脸颊 这还没到暑假怎么就这么热 宋燕则是一言不发地将阳台门关上 见两人没有互动地走进室内 摄影老师以为两人肯定是吵架了 可导演却不认为 毕竟温丽老师是综艺常客 为了节目效果不至于为了探班跟宋燕生气 但是作为多年经验的导演 我们一定错过了很重要的画面 回到卧室的温丽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整个下午都因为害羞而不敢出 可这时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 好事的他忍不住出门查看 原来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到家里安装摄像头 趁着拍摄还没结束补装一下阳台的摄像头 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摄像老师将镜头安装好便匆忙离去 上一秒夫妻二人还热情送客 当客人走后宋燕偷瞄向温丽 下一秒温丽闪退 俩人瞬间相隔两米远 而宋燕像没事人似的 开始整理出差的衣物 温丽再也忍不住上前按住了皮箱 宋老师 你得向我道歉 看着他一米八的大长腿 宋燕迷惑到什么歉 如果不是阳台监控死角 你的兽型就会被拍到 到时候节目播出去 会对我造成多大影响 你不知道吗 宋燕不解 什么影响呢 温丽支支吾吾 大白天 光天化日之下 你对我那什么 宋燕忍不住笑出了声 起身询问 哪什么 会对温老师你造成什么影响 女明星被他老公堵在墙角强吻 满脸害羞的他强装淡定走进卧室 自己猫在卧室一下午都没赶出来 可宋燕就当没事人似的 便上前找茬 宋老师你得向我道歉 若不是阳台恰好是监控死角 被拍到你的兽型播出去 会造成多大影响你知道吗 宋燕询问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 温丽瞬间被问住 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影响 宋燕委屈巴拉的询问 温老师你一起合作过的男艺人 也都需要道歉吗 他理直气壮的掐腰解释 那能一样吗 那都是剧情需要 我今天是被占了便宜 宋燕理亏 那好 我为我下午的行为道歉 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到歉了 温丽立刻停止找茬 起身便要离开 好了我去洗澡了 可宋燕却一把抓住了他 将他按坐在沙发上 非要让他听完道歉再走 这事到起歉来没完了 宋燕摇了摇头 因为除了今天下午的事情 还有之前发生的事 紧接着他便说起 每一次肢体接触 以及上次录制节目时的偷吻 还有就是两年前醉酒的第一次 说到这温丽立马捂住了他的嘴 想到那场景真是让人难以启齿 两年前两人酒会喝的微醺 回到家的温丽 直接倒在了宋燕的怀里 黑暗中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宋燕试图让他清醒些 可谁料两人竟直接发生了 不可描绘的事情 想到这里温丽又一次炸毛 我不要你道歉了 你快闭嘴吧 这时宋燕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谅我了 见他这么厚脸皮 想不原谅都难 知道就好 深夜盛大的服装展示拉开了帷幕 可在宋燕的眼里 他穿哪一身都好看 人间有你节目组导演的精神状态 真是让人担忧 因为拍了这么多期 就是拍不到东西 这边严厉夫妇接到了去荣城拍摄的通知 温丽打开衣柜整理出差衣物 看到宋燕的衣服整齐的摆放在衣柜中 想到他穿浅色系衣服和深色系衣服都好看 宋燕询问 所以我带哪套呢 于是他便随手点出几套 宋燕乖巧的接过衣服 好 听你的 转身便要去休息 温丽拽住了他的衣角 宋老师也得帮我挑个衣服 宋燕微笑着答应了 于是一场盛大的服装展示便拉开了帷幕 只见温丽红色短裤搭配条纹衬衫走了出来 宋燕点了点头 好看 紧接着他又换了牛仔短裤搭配绿色身衣走了出来 宋燕点了点头 不错 随后他又换上度假风吊带长裙走了出来 都很好看 都戴上吧 温丽见他没有实质性帮助便吐槽 干脆把整个家都戴上算了 算了我自己挑吧 这时宋燕一把将他拽住 温老师 跑那么多趟不累吗 直接在这里换吧 温丽看了看他 你在这里我怎么换 宋燕询问为什么不能 温丽脸颊羞红 你说呢 男人摇了摇头不懂他在躲什么 这时温丽直接按住了他的嘴 别装了 撒谎鼻子会变长 宋燕笑嘻嘻地打去 我鼻子不会长 下一秒便轻咬他的手指 但其他地方会 接下来就是大家不想看到的画面 老规矩 我替大家看了 本以为自己穿学生装装嫩会被嘲讽 可没想到回到家却被夸赞 他到底是变态 还是从16岁就开始喜欢我 一小时过后 温丽再次问起刚试穿的那几件衣服到底哪件好看 宋燕很认真的回应真的是都好看 可他却非要让宋燕选出个最好看的 宋燕思考片刻 如果非要选的话 那就是上午录节目时候那件 温丽诧异 他居然喜欢学生装 果然男人都是变态 宋燕不解喜欢学生装就是变态 温丽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化妆师说今天看上去年轻了10岁 那我就是16岁 你喜欢我未成年的打扮 不是变态是什么 宋燕竟无言以对 那我就是变态吧 温丽再次询问上午川那样不觉得那是在装嫩吗 宋燕摇了摇头 毫无违和感啊 他搜的一下蹦了起来 那我今天舞跳得不错了 紧接着便自夸自大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舞只是洒洒水而已 我会跳很多舞的 下一秒便将被子劈飞 等你再去当飞行嘉宾我就给你展示街舞 看着宋燕的呼声没有那么强烈 他凑上前询问 怎么 街舞你不感兴趣 那你喜欢什么舞种 宋燕看了看他可爱的脸庞 紧接着缓缓靠近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我喜欢脱衣舞 温丽顺势老脸一虎 果然是个变态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便搭上了去荣城的航班 下了飞机节目组便在车内录制花絮 只见温丽看着为你成团的预告片笑得合不拢嘴 紧接着他别别扭扭地说着都是你们非逼着我跳 所以看到自己跳舞所以开心 画面一转导播询问宋老师 看这么可爱的舞有什么想法吗 宋燕则表示有些遗憾 因为后来请求温老师再跳舞给我看 他一直宁死不从 一旁的温丽瞬间炸了毛 喂 当时你让我跳的是拖 意识到不对劲的他立刻停了下来 下一秒便咬住了自己的舌头 心里却懊恼是不是在镜头前说错了话 当所有人都投去关心的目光时 他立刻称当是口误 拖把舞 而直播是导演却对他的说辞表示疑惑 拖把舞 不会真有人信了吧 随后便下令给温老师一点面子 这段视频要将拖字后面消音 剩下的留给观众自己去猜想 只有让观众猜得到却又不知道答案的心情 才抓心肝 明星在外要注意言行举止 这不因为早上一句口误 就被节目组拿出来当噱头炒作 粉丝们纷纷留言叫嚣到底是拖什么误 回到酒店温丽慵懒地刷着人间有你节目 阳台亲吻那段果然被节目组夸大 画面一转节目黑屏 由于粗心的厂屋小哥忘了在阳台装摄像头 所以这十分钟略过 可弹幕却刷个不停 快把厂屋小哥账号交出来 让他感受下人间疾苦谢谢 这是一粉丝出来维持秩序 那万一美人他比较快呢 温丽回想当天画面 也没有很快好吧 画面一转切换到街机视频 导播询问宋老师对温老师跳可爱舞有什么想法 温丽震惊这是什么情况 这段怎么放上了 那么当时自己口误不会也剪辑了吧 下一秒那句当时你让我跳的是拖 温丽一口老穴差点吐了出来 弹幕炸开了锅 多说点啊 我们单身狗就爱听这个 紧接着他便与宋燕急忙赶往录制现场 这是小助理提示 姐又是你的热搜 只见人间有你全体工作人员出来挨打 到底拖什么 有关温丽的话题又未居榜首 他刚大的舞了舞头 什么时候能有点正常的热搜啊 人间有你录制现场外 粉丝早已等候多时 两人玩手走下车热情与粉丝打着招呼 这是一记者询问 宋老师你到底爱看温丽跳脱什么舞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温丽推动宋燕 小声提示我们走吧 宋燕突然回头看向他 然后牵起他的手 并不想理会粉丝的提问 可下一秒就将温丽搂入怀中 这个是秘密不能告诉你猫 综艺大咖参加综艺到哪里都受欢迎 这步他又凭借自己的亲和力 让老人免费为他化糖 这期人间由你录制发掘容成之美 导演宣读游戏规则 首先将每组嘉宾分开 然后夫妻二人用对讲机交流描述周围环境 最后需要凭借默契找到对方才可进行下一步 没有综艺经验的宋燕被戴上了眼罩 当温丽被带走后他才摘下眼罩 空无一人的大街只留他一人手拿对讲 突然对讲发来温丽的消息 此时俩人分别处在陌生环境互相描述 温丽说自己旁边有个摆摊的 糖画摊 周围还有个米粉店 宋燕听着对面的嘈杂声音 判定他一定是在闹市区 这时温丽看到对面摆放着自己名字的糖 于是上前询问老人能否帮自己画一个名字 经过同意后他在纸上写下宋燕的名字 老人询问 他是你什么人 温丽有些别扭的回应 他是我老公 老人夸赞他年纪轻轻就结婚了啊 不一会糖就化好了 粉丝们直呼这真的是严厉糖 温丽接过严厉糖兴奋不已 下一秒便独自品尝 还暗自窃喜自己真是个营业小天才 这时商场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人 只见宋燕独自一人行走在大街上 于是他马上拿起对讲让他来融成商场 还不忘拿手里的糖画打去 宋老师我手上有一串写了你名字的糖 你要快点找到我不然就都被我吃掉了 宋燕警告他不许吃掉那是我的 温丽眼睛眯起气冲冲的回应 明明是我要来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宋燕却霸气回应 因为你也是我的 影帝参加综艺现身某商场 吃瓜群众纷纷上前围堵 温丽穿着小狐狸玩偶冲向人群解救 因节目组任务将两人分开然后会合 这边宋燕接到温丽通知前往融成商场 我到了你在哪儿 这时周围人群见到宋燕都围了上来 于是他连忙呼叫温丽 你没有被认出来吗 是提前清场了吗 温丽开玩笑称自己有伪装术 可当听见对面嘈杂的声音突然有些担心 毕竟他没有什么综艺经验别再引起轰动 于是他让宋燕在原地等待 此时的宋燕发现为时已晚 自己已经被粉丝包围寸步难行 粉丝们纷纷上前拍照合影要签名 这让宋燕根本无法继续游戏 就在这时候我们一声呐喊 我来了 只见一只小狐狸玩偶冲了过来 他迈着笨拙的步伐冲散了人群 玻璃珠湿的眼睛都差点跑掉 下一秒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宋燕被这只猛虫吓到 两人飞奔在大街上 粉丝们吓到不敢靠近 很快俩人跑到底下停车场无人处 小狐狸气喘吁吁笑个不停 紧接着小狐狸挺起胸膛 像是在炫耀什么 当当当 下一秒温力甩动秀发 从玩偶中露了出来 宋老师 是我啦 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 让人又爱又心疼 温力拿着画糖到处藏朵 生怕一不小心就晒化 就在无处藏朵时 看到商场的原型玩偶在门前摇晃 于是便灵机一动 飞速跟了进去 节目组担心没有事先与商场沟通 他进去会引起躁动就麻烦了 当工作人员拿着设备找到他时 他已经和小狐狸玩偶达成一致 用签名与合影换得小玩偶套装 看着两人和谐的画面工作人员才放下心来 导演听到后才放心 只要不被认出来就好 穿上玩偶的他终于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游走在大街上 他好奇地看着商场内自己的广告牌 如果我的皮肤真像海报上这么好就好了 也不用花钱去美容院了 下一秒他便在海报前摆起了造型 紧接着他又看到另一处挂着宋燕的广告牌 于是凑上去仔细观摩 嗯 是没有我好看 这时他才开始询问宋老师到哪里了 可是想到他没有参加综艺经验 担心引起轰动便告诉他在原地不要动 他在四楼向下望去 不好 是宋燕被围观了 下一秒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下去 可是里三层外三层真是挤不上去 无奈之下只好强行闯路 宋燕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不禁有些心疼 微柔地擦拭他的脸颊 这么热的天还穿这么厚的衣服跑这么久 你不怕中暑吗 而且穿这个视线也不好 摔倒了怎么办 温利降嘴 我这不是没摔倒吗 可宋燕还是为他的行为捏了一把汗 那么多人要是被踩到了怎么办 被责怪的温利低下了头 我这还不是为了救你 下一秒宋燕长叹一口气向他道歉 谁料他瞬间支冷起来 骄傲地炫耀自己有丰富的综艺经验 你经验少这不是你的错 可宋燕却自责是自己拖了后腿 若是刚刚你因为这受伤 说着便用毛巾继续为他擦拭汗珠 为了不再让他担心 下一秒温利拍了拍胸膛 我这一身狐狸衣服就算摔倒了也不会有失大 然后露出温暖的笑容 我刚把你从人群中救出来 你不谢谢我吗 宋燕看着这只可爱的小狐狸真是拿他没辙 然后用手搓了搓他凌乱的秀法 好好好 谢谢你 我的小狐狸 我的小狐狸英雄 当叔叔直播看马路上有哪些不遵守交通规则时 公狐狸带着母狐狸骑着三轮车从镜头前闪过 没错他们就是严厉夫妇 解救完宋燕 给商场造成不小的轰动 两人找到超市负责人致歉 于是超市负责人送了两套玩偶给他们 也算是帮超市做宣传了 三分钟过后 能攻击合来领取我们下一个任务 一看是抓揪环节 温利想到每次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于是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宋燕 宋燕上前充满期待的抓取小球 温利则双手合十期待锦里出现 可当打开纸团的那一刻温利彻底懵了 抽到了什么 没想到他长得一副欧黄样怎么能这么肥 可想到不管是我骑车带着他 还是他骑车带着我都觉得好丢脸了 就在温利原地抓狂不知如何是好时 他看到那两套小狐狸玩偶 我有主意了 几分钟后大街上出现一对小狐狸玩偶骑着三轮车 路上行人纷纷围观 那是什么 后面还有摄影师归宿跟拍 这画面逗得摄影老师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宋燕笨拙地蹬着三轮车 温利则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的宋老师咱俩都这样了没人能认得出来 可宋燕却在回想他穿着玩偶蹦跋出来的可爱模样 只因工作人员的一句这两套玩偶好像一对 他便陪着一同穿上这套服装 温利在后座询问他怎么一直不说话 这是看到远处叔叔的直播 宋燕提示他做好别乱动 我们没有安全带 谁料叔叔的直播刚开始 他俩便骑着三轮车飘过 叔叔直接愣住 那是什么 好 我们已经看到了 于是带着摄影组上前拦截 前方的公狐狸和母狐狸快靠边停下 温利回头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下一秒便拍打着宋燕让他加快速度 叔叔便在后面拿着喇叭大喊 给我停车 宋燕听到后立刻踩了刹车停了下来 我们是不是闯祸了 严厉夫妇穿着小狐狸玩偶在大街上登三轮车 被交警叔叔拦下教育批评 当看着交警叔叔追了上来 宋燕立马杀住车 我们是又闯祸了吗 后面的跟拍组张望什么情况 这是严岛临时加的环节吗 温利坐在后座瑟瑟发抖 怎么警察叔叔都来了 你们别怕 我是亲切和蔼的唐警官 紧接着询问两只狐狸中午吃饭了没 母狐狸摇了摇头 我们正要去吃 耽误你们用餐时间了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叫住吗 看着呆萌的梁小只 交警叔叔扑呲笑出了声 你们是夫妻关系吧 于是便询问狐狸老公 这么危险的地方还没有安全带 你居心不良啊 这是你亲生老婆吗 谁料狐狸老婆上前抱住了他老公 这车子是我主动要坐的跟他没关系 悠喝 这还帮老公说话 看来你们是真爱啊 紧接着交警叔叔立马严肃起来 对他们三轮车带人操作批评教育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俩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都怪他俩出道早没坐过三轮车被科普 下一秒在交警叔叔的教育下 俩人疯狂点头承认错误 看在他俩良好的认错态度 很快便原谅了俩人 于是便让俩人摘下玩偶看看真面目 问时将助不知如何是好 下一秒温丽连连后退 警官我长得太丑怕把您吓到 逗得他哈哈大笑 只要愿意遵守交通规则都是漂亮的人 紧接着节目组工作人员上前悄悄递上话 得知二位是明星正在录制节目交警惊叹不已 最后在节目组的调解下俩人将头套摘下 入行这么多年还没有像今天这么丢脸 宋燕握着交警叔叔的手表示歉意 谁料交警叔叔却调侃 你们明星怎么不诚实呢 你老婆还说太丑 你们都丑我们是什么 下一秒温丽竖起大拇指 人民警察才是最美呢 最后交警提示 下次录制节目千万不能把这么漂亮的亲生老婆 放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严厉夫妇无意间为荣城的交通做了宣传 虽然是反面教材 但是热搜的钱都省下了还是很划算的 真是再也没脸来荣城了 绝望中温丽还不忘惦记剩下的热搜钱 下一秒便担心刚围了那么多人 不会真的上热搜了吧 此时严厉贴吧已经全是小狐狸玩偶的酒照 吓得温丽急忙拨通了单姐电话 没想到工作室很快便与人间由你联合发出声明 由于节目策划失误给当地交警添麻烦了 严厉夫妇有情反串反面教材 联合唐警官给大家上了一课 小助理提示姐姐你看吧 单姐他们早就做好公关了 你就安心准备接下来的直播吧 一个头两个大的温丽这次卸下了包袱 傍晚温丽准时与直播间小伙伴见面 可弹幕却全是交通节目 好心的他拿起手机去看了交通节目 狐狸夫妇历险记几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上 刚喝一口水的温丽直接全部喷了出来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 可看到这画面还是不忍直视 宋燕见状连忙上前询问 怎么了 喝水怎么这么不小心 是冷了吗 我去拿毛毯 宋燕刚想走开就被他一把拽住 要面子的他小声嘀咕 别放我一个人在这丢脸 真是拿他没办法 宋燕只好坐下陪他看完交通节目 然后拿起手机对着直播间喊话粉丝 你们满意了吗 粉丝直呼移民吧 要不我们给你集资 他转头就是高冷的姿态 我问李宜什么名 人家宋老师都没说移民 他今天人设崩塌 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宋燕满是不情愿的询问 我的人设崩塌怪谁 他却委屈巴拉的回应 都怪我还不行吗 不该穿那个玩偶装 下一秒便感觉不对 紧接着便掐腰质问 要不是你运气那么差抽到三轮车 我也不至于提议穿玩偶装 所以罪魁祸首还是你 宋燕却说除了三轮车难道你要坐购物车 一下将他对得哑口无言 严厉夫妇直播间上演摸脸沙让温丽脸红 粉丝们要送他上热搜丢人现眼 狐狸夫妇被容成交警批评教育的事已经闹得全网沸沸扬扬 小助理在场外疯狂比划 姐 节目还没播 别剧透了 下一秒温丽立马捂住了嘴巴 然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反正我抗压习惯了 到时候就看宋老师一个人丢人现眼了 谁料宋燕一把将他的脸捏到变形 看我一个人丢人现眼 你是我老婆吗 妈爷 这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温丽被捏得有些猛 害羞地将脑袋撇开 然后不过脑子的读出弹幕 感谢给爷亲一个我送500个深水潜艇的20个深水潜艇 读完立马炸毛 你在做梦 粉丝们纷纷喊话 三立这你的刚害羞了 送他上热搜丢人现眼 可没想到粉丝说话算话 分分钟温丽宋燕狐狸夫妇便冲上热搜 直播结束后宋燕与编导对接明天的环节安排 温丽终于可以躺下休息 此时齐思涵看到了热搜连忙发来问候 怪不得姐姐你们的三轮车比我们购物车都慢 满眼疲惫的温丽发送一只倒下狐狸的表情 齐思涵讲述 今天与严准前辈推着购物车也被露透 在路上的照片更丢人 听到这种牺牲自我的安慰人方式 虽然有点不道德 但看他们更惨确实又被安慰到 就在无意中听到编导的谈话 毕竟是恋宗还是需要照顾一下CP粉的感受 什么 CP粉这么苦吗 那我要不要抽空多营业一下 两人送走了节目组编导 温丽询问刚走神时两人都谈了什么 原来编导师感觉明月的告白环节设计的不够巧妙 所以他去找导演想办法了 只有七鸟记忆的温丽完全不记得之前的方案是什么 宋燕拿起剧本将明天去科大校园的故事情节又讲述一遍 学校有个特别适合情侣约会告白的银杏大道 可节目组知道温丽浪漫过敏 所以会帮我们改成普通游戏环节 温老师听了这话不乐意了 毕竟是偶像演员出身 告白那不是信口拈来 满是期待的宋燕要求他现场来一个 奇怪 肉麻的话到嘴边对着宋燕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宋燕揉了揉他的头 好了不用勉强 紧接着便说要去洗漱 下一秒温丽拽住了他的遗角 等等宋老师 他凑上前温声说道 我喜欢你 当期待已久的那句告白脱口而出 宋燕当场愣住 分不清这是真是假 然后再次确认 你刚说喜欢谁 温丽脸颊羞红轻轻将头转过 喜欢你啊 宋老师 宋燕吗 宋燕挪开后拿起手机 看了看编导发来的消息 然后提示他明天是去大学校园录制节目 此时温丽立马切换频道 哦对 那应该是学长我喜欢你 宋燕一口老血差点气得喷出来 可温丽却在等待他的回应 说好了的对戏怎么半天没有反应 难道是我演技太差 回过神来的宋燕长叹一口气 然后责怪温老师犯规 温丽脑袋里面的小毛球乱转 怎么为了CP粉赢个夜还犯规 此话一出直接震碎宋燕的玻璃心 合着你刚是在跟我营业 温丽疯狂点头 不然你以为呢 然后觉得无聊便起身要去洗漱 留下宋燕苦笑 原来是这样 她独自坐在客厅发呆 其实她想要的是温丽真的喜欢她 而不是为了CP粉营业 有些失望的她早早便躺下 可温丽却拿起手机刷起来当年和陆明演过的告白明场面 可是想了想自己的CP粉这么多 怎么没人给自己和宋老师做个混检呢 然后她便查看了宋老师的视频 原来是她感情细眼的太少 根本找不到类死素材 她轻轻地凑上前看着熟睡的宋老师 小声嘀咕 说我犯规原来是自己没经验 谁料这话竟被她老公听到转身看向她 你说什么 你还没睡 宋燕轻拧了向温丽垂下的头发 你怎么没吹干 下一秒就拉着老婆起身吹起了头发 对了 你刚刚说我没经验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告白呀 你粉丝都说你没拍过 然后得意地递过去手机 秀起了自己告白片段 你看看 什么类型的我都有 还说起了台词 我见到你就欢喜 就紧张 就 宋燕没有理会在旁边唧里呱啦的温丽 看着手机微微皱眉 然后不愿地按了手机锁屏 你干嘛呀 手机还我呀 宋燕把手机往床上一扔 把温丽按倒在了床边 质问着 你给我看这个 是存心想让我不高兴 哈哈哈哈 你是觉得我演得比你好 自尊心受挫了 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可能性 难道是边上的路鸣 没事没事 我都不介意了 你放平心态啊 宋燕十分无语 你只怕是个傻子吧 温丽气得一个脑门顶上去 你才傻子 你不光傻 你还蠢 你还白痴 哼 确实 我娶了个傻子 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宋燕 傻子娶了傻子当老婆 傻子不服气一头撞了上去 第二天晚上在录制现场 周年演员夫妻秋红和陈子同吐槽着 纯情倒白这种事还是年轻人做才有看头 其思涵则借着节目八卦起来 温老师高中有没有关系很好的男生啊 温丽一下就想到了百森 是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哥们 啊 是青梅竹马 那你们没有发展点什么 温丽赶紧摆手 没啊 跟他不可能啊 哈哈哈哈这么急的否认 是怕宋老师吃醋吗 不是不是 心想的那时候宋燕每天跟百森哥在一起 还有啥不知道的 其思涵继续问着 那除了青梅竹马还有别的男生吗 温丽犹豫了一下 没有了 别的关系好的都是女生 其思涵一脸失落 然后转头看向宋燕 那宋老师呢 没有啊 那时候小 不会跟女生打交道 眼神看着温丽 继续说着 有时候面对人 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 怕露馅 所以只能装高了 宋燕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怂了吧 是啊 那时候确实 很没用 我不信 秋红突然说道 你们看着就是一脸我有故事的样子 可不能说谎 我才没说谎 想着自己和宋燕高中认识的是 要能扒出来早扒出来了 一顿八卦局后导演宣布收工了 但是你们在聊会天 我们先收收东西 可是他们不知道录制还在继续 这是秋红的八卦之魂燃起 说了初恋再说说初吻吧 反正现在录完了 从实习夫妻开始 那个 呃 母胎到现在 毫无经验 温丽突然想到了正雪 她在的话肯定很骄傲的说初吻是彼此吧 但是我和宋燕可都没那么好意思说 温丽老师发什么呆 哈哈 在想怎么编吗 齐思涵急忙替温丽解释 温老师读书没谈过恋爱 初吻肯定是献给荧幕了 我虽然没恋爱 但是初吻却是在高中 跟谁 这是能随便说的吗 宋老师怎么这么平静 都不吃醋吗 那宋老师初吻呢 真巧 我也是高中 我们 是不是问了 不得了的八卦 不对啊 秋红在后面追问着 温丽你都没早恋 初吻怎么给出去的 导演在旁边看着都可惜 这段料真不少只是不能放出去 第二天温丽躺着看手机 感觉今天粉丝的评论都很奇怪 难道协议结婚的是被泄露了 听说是天台聊天内容被传出去了 有的粉丝难过喜欢的CP初吻不是对方吧 是这样啊 吓死我了 不过 真可惜啊 当时要是有人多问一句就好了 粉丝们就不会伤心了 温丽想到了昨天的画面 立马堵住了宋燕的嘴 你不许说 好的 老婆说啥就是啥 女人正在八平方的化妆镜前美美的打扮 这时男人缓缓走了过去 这个东西给你 不介意的话 录节目可以带上 最近在谈这个品牌代言 品牌方给我们定制的对表 女人看着手表有些吃惊 这个牌子 好像只在舅舅的收藏柜里见过 你谈的是亚太区还是中华区代言人啊 男人淡淡回道 全球代言人 温丽八百年的酸菜刚翻了 满脸的羡慕极度恨 仔细一看 竟然还是刻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录节目带这个表 会不会有点太显摆 宋燕温柔回应 没事 你要怕招摇收起来也可以 温丽小心翼翼地摆弄着 心里喜欢的不得了 几天后在车里 小助理说着 姐 你最近带的手表真好看 我好像看宋老师也带过 是情侣款吗 温丽心中一紧 确实 确实是一对 然后立马嘴硬的解释 适当带点奢侈品 可以让品牌方知道我有多抢手呀 说的时候手还在轻扶着 带情侣表也算照顾下CP粉的心情吗 很快到了为你成团录制现场 而温丽今日的OTD也很快被发到网上 下面评论道 温丽和许馨月台本风波过去了吗 开始带姐妹款手表了 许馨月带的可是全球限量 价格百万打底 这么偏心 温丽的好像是十几万的普通款 看到评论温丽气炸了 哼 什么普通款 这是宋老师定制款 我的全球仅此一支 比限量的厉害多了 你们那破相机 连我名字手字母都拍不到 垃圾相机 这时工作人员进来通知要上台了 画面来到舞台 为你成团的一工表演正在进行 温丽看着弟弟还没出道 就有粉丝应援了很是开心 这小子不错 虽然跳舞差点 不过也算争气 EndingPod一出 台下全是呼喊 李仔好帅妈妈爱 谢谢这组的精彩表演 内评委老师有什么意见给他们的吗 见姐姐在旁边 徐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 生怕别人看出他们的关系 许昕月说着 你们这组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徐丽 你的Vocal很不错 可是舞蹈还需要继续加油 徐丽小奶狗乖巧地点点头 我会加油的 是姐永远爱挑事 许昕月不易发问 刚刚温丽老师站你旁边 我看你躲了一下 你是不喜欢温丽老师还是喜欢呢 这问题让姐弟两个一下愣住了 温丽都替弟弟捏把汗 要说喜欢 怕人觉得作为练习生 跟见证官有什么拉扯 要说不喜欢 那自己粉丝会对徐丽反感 肯定又要干涨 许昕月看向温丽露出得意的小表情 温丽也毫不示弱地坚定看去 内心想着 行啊 居然算计到我弟弟头上了 尴尬几秒后 徐丽奶蒙地回道 我是温老师的粉丝 也是宋老师的粉丝 刚刚躲一下是我跳舞 刘汉怕有汉味熏到他了 这憨憨巧妙地回答 有的粉丝哈哈大笑 温丽也赶紧带上宋宴 谢谢你喜欢我家宋老师 我会帮你转达 徐丽表面温顺 谢谢温老师了 但心里白眼都翻天上了 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 许昕月明显有点失落 这事背后突然有人叫他 温丽用最凶狠的眼神 说着最温柔的话 昕月啊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顶流女明星 躺在老公腿上撒娇打滚 哼 我生气了 原来刚刚在为你成团的录制现场 鸿门小师妹故意借机为难选秀练习生 想要让师姐温丽难堪 谁知温丽这次毫不留情面 回到评委席后直接对许昕月开队 下次再开这种玩笑 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 此话一出台下的观众都开始窃窃私语 是怎么了 温丽是生气了 可能玩笑太大了吧 许昕月见状赶紧满脸笑嘻嘻地解释 我是怕刚刚徐丽躲的动作伤到师姐的心 替你出出气 哇呀 原来是这样啊 要不是你说 我都没注意到 我心思没你那么细腻 要是你在上面采访 估计已经得徐丽记满小本本了吧 不过还好 你只用座下面点评 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练习生伤到心 许昕月面对温丽的当场发难有些措手不及 十分尴尬地说 师姐你这话说得我好像很小奇一样 哈哈 我知道刚刚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 但我也是真觉得你心思细腻 然后对着台下观众白手解释 你们别乱猜 我们关系很好的呀 转身立马牵起许昕月的手 你说对吧 师妹 而且今天还故意跟我戴同一品牌的手表 是想给我惊喜吧 果然是同门师姐妹的默契 哎呀 被师姐发现了 真是巧啊 温丽没有再理会她 而是宣布下一组选手开始表演 搞得一旁的许昕月摸不着头脑 心想虽然今天专门带郭导这个表 就是为了压看一头 但她怎么还主动说手表的事 哼 就算我是捡了别人不要的限量款 也比她的贵 毕竟 谁档次逼谁尴尬 录完节目回到家 温丽气得要爆炸 许昕月她 宋燕接过温丽的衣服 所以是因为她当众 找你和徐丽的麻烦才生气的 才不止呢 你看 说着就把网上那个议论 她手表的事给她看 那些记者都没把照片拍清楚 就说她的是限量 还要和我带的比一比 真是气得我都想熬 我录节目的时候 故意cue了这块表 准备让丹姐发通稿 说我是定制款 对了 你呢 温丽说了一旦又停了 先曝光我就在忍忍 宋燕挂好衣服又坐了回来 看你那样 你忍得住吗 不会憋得更生气 可是 这表示你送我的 我总得顾及你的感受吧 宋燕温柔地说着 那你的感受呢 温丽一脸委屈巴巴的 虽然想说没关系的 但是真的好气 纠结的她突然躺了下去 在宋燕的腿上闹腾着 宋老师 我不开心啊 宋燕轻轻巴拉着温丽四散的头发 回应道 好的 我明白了 过了许久 落日的余晖散落在房间 温丽躺着睡着了 宋燕一边摆弄着温丽的头发 一边发着消息 原来她正在联系品牌方 加快合作进度 同门师姐妹当众厮杀之后 女人回家跟男人一顿吐槽 心中的怒火一波接一波 男人为了帮老婆出气 连夜联系品牌方 第二天 许星月抄话里 有人放了温丽和许星月照片还配文 极度使人发疯 评论更是说妹妹自己买快表还被碰瓷 有本事阴阳怪气 没本事买更贵的袋 气得温丽一把扔掉了手机 要不是担心宋老师代言受影响 小助理这时也在刷着网上的那些东西 紧锁的眉头忽然打开了 天啊 太帅了 温丽看见小助理 现在竟然还有心情看帅哥 作为我的助理 我在生气 你在花痴帅哥 不是不是 小助理赶紧摆手 是宋老师啊 姐你自己看吧 你都见过他那么多回了 至于吗 果然是小女生 拿着手机一看 竟然是JL的官宣 夜色月光 银白如水 全新约会系列 百年沉淀以爱之名特别定制 并赠予全球代言人宋先生和宋太太 全球独一无二 只此一对 下面评论 全球限量款地球上还能找出几十个 定制款只有这一对 不是用限量款 用贵就能概括的 温丽看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 小助理在旁边问他 姐 这个官宣文案你之前知道吗 啊 什么 我不知道啊 那这文案是宋老师想出来的吗 他是代言人又不是文案策划 想起跟宋燕的抱怨 他询问着自己的感受 忽然一下人间清醒 原来宋老师是为了 回到家后 温丽走到宋燕旁边 热搜我看到了 JL家的文案策划多少前一个月 我想把它挖过来给我写稿 啊 是吗 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 太少可不干 没想到是他自己写的 温丽十分错愕地看着宋燕 不知道为什么脸一下巨红 赶紧偏过头说 你太贵了开不起 其实也不贵 爸还没说完宋燕的电话响了 接起电话看了看时间 好的 我一会就到 那个百僧找我 晚上我就回 嗯嗯 晚上见 说完宋燕就出门 关门后温丽站在原地迟疑了很久 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好快 完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了 另一边宋燕来到百事娱乐 昨天你经纪人还在和JL讨价还价 你倒好 刚和人谈完就让人官宣 文案还是你自己写的 给你钱吗 百僧 百事娱乐总裁 温丽的发小 代言费够多了 文案算是赠送了 呦呦呦 宋老师这么大方啊 之前又是拍戏 又是独商科学位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钱都赚了 现在居然有空给品牌方写文案 为了温丽那丫头吧 只是顺手帮她出个气 也是奇了怪了 两年前那丫头出事 她就不许我们帮她 你顺手和她结个婚 她和竞争对手抢资源 然后你顺手接了那个综艺 现在她跟人撞表 你又顺手写了个文案 阿燕 你怎么长了那么多手啊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你喜欢那丫头吧 我可是情场老手 你骗不了我 那你现在才看出来我喜欢她 看来你这情场老手 也是徒有虚名啊 女人突然心跳一百八 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了她 婚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虽然自己和宋老师 是协议夫妻 成年人相互有需求 也没什么 谁也不吃亏 但是怎么就把心交出去了呢 怎么就真的喜欢上了呢 哥嘛 栽了就栽了 不就是追个人 有什么难呢 另一边百森正和宋燕商量着 让她去某节目 做飞行嘉宾的事 你让我再想想 这时宋燕电话突然响了 百森直接拿了起来 我帮你接 你快点想 我可是口头答应别人了 百森看着来电坏笑了起来 吊货 这不是我前未婚妻 小炸药桶吗 谁打来的电话 百森故意说着陌生号码 然后接通电话 宋老师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百森听着电话里 甜蜜蜜的声音 一整个被吓到了 妈爷 炸药桶变小狐狸精了 温利听出了百森的声音 宋燕顿时也感觉不对劲 一把抢回了自己的手机 还没说话就被轰炸了 你是不是闲呢 自己没手机接别人的 宋燕是没长手还是没长嘴 要你帮忙接电话 宋燕人呢 我在呢 你 我 一下把温利给整不会了 你干嘛让他接电话呀 害我让他看笑话 他抢了我的手机 你刚刚说了什么 温利忽然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那个没说什么 我先挂了 宋燕赶紧问百森 他刚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就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宋燕怀疑的看着他 那你怎么笑成这样 好久没联系前未婚妻了 我高兴下怎么了 要不要我给你助攻 你别多事 没事少联系 前未婚夫 哎呦 我都没说你翘我前未婚妻墙角呢 你还小肚鸡肠起来 宋燕突然陷入了沉思 他本来该是我的未婚妻 蒙谁呢你 你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当地主少爷 高二才转过来呢 不过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招惹那丫头的 还记得那次毕业旅行 班上几个男同学叫我带着温利一起去 说都是未婚妻了 迟早要睡一个被窝 不如先享受了 我刚准备开骂 话还没说完 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拳头就揍了过去 打得别人可是求爷爷到奶奶 你那发飙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可不敢惹你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只会为你摇气呐喊 做你恋爱之路的保护伞 宋燕拍了拍百森的肩膀 算你识相 那我先走了 飞行嘉宾的事你们给我安排吧 你小子这么见色望有啊你 电梯里的宋燕脑海里浮现着温利的样子 不管他曾经是谁的未婚妻 现在都是我的妻子 女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心意 就找老公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刚刚男人回到家 女人就在门口等候 宋燕瞥了眼摄像头 想起了上次的撒娇任务 你到门口接我是又有任务吗 女人满脸透露着心慌 那个 对的 是有任务 监控室里导演看着助理 你偷偷改台本了 没有 绝对没有 宋燕无奈地说着 今天什么任务啊 女人调戏的样子勾了勾手指 任务 就 就是做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要待在一起 那你想做什么呀 我们玩游戏吧 就你代言的那个游戏 说着两人就开始了 温利借着玩游戏 一点点的靠近 游戏里给宋燕摇旗加油 游戏外趁机卡游 慢慢挪动直到 靠在了宋燕的肩上 宋燕揉了揉脖子说道 你要是等我刷怪无聊 就去做别的游戏任务 我不无聊啊 然后立马伸出了手帮她 怎么样 我按得不错吧 看着宋燕没说话 她又凑近了心 你好歹给个评价呀 面对游戏反常的调戏 结果宋燕输了游戏 随后她起身表示 自己要去喝口水 游戏看了看她 然后也跟着起身 你跟着我干什么 任务要我和你待在一块呀 你就喝个水最多两分钟 不行 那两分钟也算分开 宋燕无奈手扶头 随后一把拽住游戏的手 直接朝洗手间走去 那 那什么 我没有看你上厕所的癖好啊 不是你说 两分钟也算分开吗 女人害羞地紧闭双眼 那你 你上吧 我保证不偷看 宋燕贴近游戏耳边 洗手间没摄像头 你到底什么任务 偷偷告诉我 节目组不会知道的 游戏继续嘴硬地说着 没别的呀 就是要我们待在一块的任务 只是待一块吗 那也不可能连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让你一直跟着 游戏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 想说又说不出口 小小埋怨地说着 我今天就想当根屁虫不行吗 男人双手捧起她的脸 那根屁虫你有什么目的呀 温冷的双手扶着她的脸颊 温利一下更说不出话了 宋燕看着迟迟不作声的女人 只好作罢 算了 温老师不方便说就不说了 等等 温利抓住她的手 内心一点小坦克 小慌张 小颤抖地问道 你 你不想亲亲我吗 男人淡定的目光中暗藏着激动 随后炙热的双唇温柔地落在了女人的嘴上 女人刚刚提出了要求 男人就被出了回应 但和以前拍戏等不同的是 这一次是女人真心的邀请 她的手轻轻浮上了脸 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湿热 这时温利的手机忽然响了 她推开了男人 人间有你编导一直不见他们从洗手间出来 于是给她发了消息 温利说着 你先出去 我等一下再出去 要不然这凳拨出去又够别人乱想了 宋燕看着温利被吻得晕开了嘴角 一边伸手轻轻帮她擦拭着 一边说着 就算被拨出去了也没什么 只是我们偷偷做坏事被抓到了 你好好的开什么车 那你笑得这么开心 让你管啊 温利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就喜欢 和你 做坏事 怎么了 然后像打了胜仗一样得意的出去了 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宋燕在洗手间独自回味着 第二天温利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 有了昨天的拥吻 接下来再发挥自己的魅力一举把她拿下 等人追到了 离婚协议还不是分分钟就能反悔的 这时经纪人丹姐忽然打来电话 温利格外亢奋的接了起来 丹姐 下午好呀 丹姐不解 你中彩票了 这么兴奋 温利这才注意到然后收敛了情绪 丹姐说 我一直想帮你接冰城这个电影 导演和编剧都是很厉害的 温利也听出了后话 直接问然后呢 丹姐继续说着 但是他们不看重流量 我约了几次导演都没明确答应 好在编剧觉得你还不错 加上宋燕是男主之一 所以还有一点机会 有个演技综艺S级演技大赏收官的那一期 冰城的丑导会去 我把节目台本发你 你要好好表现争取这个机会 明白了 挂了电话宋燕走了进来 你要用书房 那我回卧室看剧本吧 你不是有不能分开的任务吗 温利昨天得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尴尬的说着 对啊 差点忘了 然后俩人就一起在书房各自忙着自己的事 温利看完后就一直盯着宋燕看 发现喜欢她之后 她的额头 眼睛 鼻梁 嘴唇 还有这张脸 都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宋燕被盯了很久忍不住凑近问着 你看什么呢 温利目光没有移动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着 看你啊 宋燕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好好看剧本 想被拍到看剧本不认真 温利凑到耳边小声说着 被拍到也怪你 谁让你比剧本好看 宋燕立马羞涩地侧过头 还说着温利马屁精 我说实话怎么就马屁精了 说着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 宋燕拉住了她 你怎么要出去 对啊 谁叫你比剧本好看 我在书房看不进去 摄像机那头的编导也十分惊讶 温老师是怎么平静如水地说出这种台词的 可能演过太多偶像剧的女主吧 而被聊过之后的宋燕紧张得不行 毕竟她没演过偶像剧也没经验 整个脸通红通红的 心脏砰砰砰的跳 温利明目张胆的聊对她是相当受用的 由于男人实在太帅 女人无奈 为了能专心工作只能暂时离开 剩下男人心跳加快独自可爱 晚上宋燕端着晚餐走了进来 哇 女人有点小意外 谢谢宋老师 男人俯身弯下腰 意外挑到了温利手机里的台本 是自己会出演的冰城 小心思全都冒了出来 为什么她没等我说 是不想让我帮忙还是 不想和我合作 女人看着碗里的菜 说 你是不是想让我长胖 所以放了这么多沙拉酱 吕洞冰都没我无辜 你是在骂我狗 对啊 不识好人心的小狗 是低脂的你放心是吧 那你早说嘛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 自己现在要追她 注意态度 要对她好 然后立马秒变可爱 在宋燕的肩上蹭来蹭去 你做的沙拉好好吃哦 你要不要尝一口 我喂你 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宋燕 你这 这又是新任务 温利啪的一下指着摄像头 你看 灯是灭的 没有任务啊 你当我是白痴吗 无奈道 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没怎么呀 你给我做了沙拉 我很开心 就想喂你一口 宋燕感觉温利有点奇怪 但是自己的老婆自己宠爱 好吧 你喂吧 我准备好了 温利睁开卡兹兰大爷 好耶 宋燕看见温利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你不是喂我吃吗 怎么了 话还没说完 温利就捧起了她的脸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靠近 将嘴里的食物分了一半 放进了宋燕的嘴里 轻轻一咬 食物带着彼此的热气分别到了口中 温利有点害羞的侧过了头 那个 我看你嘴小不够装 所以帮你吃一半 顿时感觉 好羞耻啊 好大胆啊 她应该不会嫌弃我的口水吧 毕竟我们交换过很多次了 嘿嘿 是不是很好吃啊 宋燕这才反应过来吞燕了进去 擦了擦嘴角的余温 很甜 几日后宋燕和冰城制作组的 温老师放心 阿燕 你在笑什么呢 在跟我太太聊天呢 温利啊 她是找你帮忙 宋燕无奈的摇摇头 我倒是想帮她呀 可她不愿意 这丫头比较倔 哈哈哈哈 倔点好啊 冰城里玩玩也是很倔的脾气 倒是阿燕你性格好像变了 我看了你那综艺的预告片 这节奏婚性情大变了呀 求导你别调侃我了 阿燕你还不好意思了 哈哈 没有 我先去个洗手间 一个预告片就让人调侃了 那要是正片被拨出去 不行我还是得打打招呼 于是拨通了人间有你严导的电话 喂 严导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前几天温利做任务那段 能不能剪掉啊 什么任务 前几天你们在家那段 我们没安排任务啊 没有 那她假装关摄像头 然后 然后什么 你们关摄像头之后做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宋燕吓得赶紧挂断了电话 这时一个女人走到了她背后 轻轻叫了一声 宋燕 好久不见 洗手间的轻轻 明目张胆地撩拨 还有撒娇喂食 本以为都是因为做任务 可宋燕却从导演那里 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思绪回到今天出门前 宋老师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我想找你对对戏 冰成那种题材的我演的手 心里没底 宋燕轻轻揉揉脑袋 你开口我一定早点回来 温利开心地抓着宋燕的手 那我在你回来之前 自己再多过几遍 宋燕十分疑惑 于是试探性地问 之前也没听你提过 怎么这么想得到这个角色呀 这么好的本子和团队多香啊 还能帮助我转型啊 温利脑中浮想连篇 还可以每天贴着你展开追求 宋燕眼神却变得暗淡 本以为会有一点 是因为自己参演了这部戏 想着最近温利做的奇怪 和矛盾的是让男人想出了神 宋燕 宋燕 男人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我刚在想事情 原来刚刚在几分钟之前 宋燕出去跟人间有你的导演 打电话时 突然碰见了十年前的荧幕情侣 曾经还一度传言 他俩阴气生情 回过神来的宋燕 宋燕向女人介绍着 女人微微捋着头话礼貌的说道 我从语导那听到你们在这聚餐 所以厚着脸皮不请自来 丑导赶紧说着不会 正好制片也想认识一下你 等他们都跑去打招呼的时候 宋燕的编剧坐到宋燕旁边小声说着 我觉得你太太温利的娇小灵动 音气洒爽更贴合晚暖 这位唐家人的气质虽然不错 但不像宋燕里的晚暖 谢谢周编剧夸奖 我太太要是知道肯定乐开了花 可惜我只是个编剧做不了主 很早我就给你太太逼了本子 但是没几天 却是这位唐小姐联系了我 懂得都懂 听到这话 宋燕脸上的笑容 退了下去逐渐变得暗沉 老周你怎么坐这了 跟阿燕聊什么呢 就聊了一下他太太 咦 你太太今天怎么没啦 宋燕毫不客气的说着 角色还不一定是她的 我太太脸皮薄不肯来 女人当然听懂了这个暗恨 皱了一下眉头 这时球导又举起了杯 阿燕 过两天那个演技大赏的综艺 你可得多给我提提醒 我第一次上综艺 现在演员粉丝太可怕 我可怕得罪了 这话说的 能被你指导几句多少人想都想不来 周老师说的对 我太太也希望球导能多提点 可是我自己是老婆奴 她一委屈我就心疼 希望球导还是能嘴下留情 哈哈 好 看在你这个老婆奴的份上 我到时候把脾气收敛收敛 此刻在一旁的唐家人正在暗流涌动 聚餐结束后大家在停车场道别 看着宋燕和唐家人如此身份 秋导想起了十年前 十年前宋燕出道的作品你知道吧 于伟光导的那个 那时候宋燕就普通高中生 白纸一张 她跟唐家人对戏的时候 眼神里压根就没有光 可是宋燕那年不是拿了最佳新人奖吗 他们还是最佳荧幕情侣 你这老头吃瓜别挤啊 后来于伟光就问宋燕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把自己带进去 你喜欢的女孩光芒万丈 而你是地里的泥土 你很喜欢却又配不上她 后合着那部电影宋燕眼里不是女主角 也不是唐家人 而是她心里的女孩子 宋燕刚开门 温丽就跑了过去 你可算回来了 你先先会儿 正好帮我看看我走气的效果 宋燕看着眼前的女人 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 她时刻都是光芒万丈 在她面前 自己一直都是需要抬头仰望的你 啪啪啪 宋燕拍手叫好 无愧是温老师 戏走得真好 真的还可以吗 当然真的 今天周边剧还说你形象合适 说希望你能争取到 那那你希望我拿到吗 宋燕搂过了温丽 我当然希望你能 她顿时开心的像小女孩 我会努力加油的 感受着温丽的开心 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就算配不上 也想让她能愈加明亮 并且自意张扬 男孩在疯狂的追赶 直到看见女孩 轻盈而优美的背影 才停住脚步 那是她喜欢的女孩 她迫不及待的想上前 却被一个冷俊傲慢的男人 挡住了去路 男人低着毛子说道 宋小少爷 如果你父亲没破产 那你还是小少爷 那我外甥女 就还是你的未婚妻 可你父亲现在风光不在 我知道这话不好听 但你也是锦衣玉时长大的 换做你是我 你会同意这桩婚事吗 那些话把男孩的骄傲 和清高打得七零八落 宋燕 宋燕 一道声音将她从冰冷的梦里唤醒 清醒后的男人 仍然心有余悸冷汗直流 见宋燕半天没有回应 温丽焦急地询问着 宋老师 你没事吧 宋燕这才回过神来 我没事 做了个梦 可能最近有点累 温丽长舒了一口气 并给她披上了毯子 太累的就去床上休息吗 你没事我就先赶去工作了 说完转身离开 宋燕看着温丽的背影 想起了刚刚梦里的样子 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她 温丽满脸的疑惑 怎么了 宋燕恍惚了一下 呃 没没什么 随后递上了毯子 温老师快去工作吧 好的 有事打电话我 记得看S级大赏的台本哦 温丽走后宋燕拿出台本 内心一直无法平静 怎么自己又梦到这个 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先让熟悉一下 话是这么说 可是都一个小时了 宋老师还没翻页 那肯定是在开小差 宋燕确实在开小差 温丽最近的变化还有那个梦 让她内心烦躁不安 索性合上了台本不看了 而监控室的编导却气炸了 我怀疑她在看小电影 要不然为什么不给我们看 因为宋燕此时的背影 正好把手机屏幕挡得死死的 随后她在手机问答界面 打出了自恋 傲娇 嘴硬 别扭 脾气很差的女孩子 行为特征分析 答案却是让她赶紧换人 早换早超生 宋燕摸了摸下巴 换人 不可能 这个不值得参考 她此刻越来越焦躁 忽然想到粉丝 应该比较了解自家偶像吧 于是直奔温丽超话 进去就看见 标题温丽的千层套路 通过小作作 跳舞 撒娇和为水果展现魅力 直求攻击强势 撩拨她的心弦 三立的欲擒 故纵既有侵略性又艺术性 宋燕看着这些手不由的 有点激动的抖了起来 她心里那盏灯 好像砰的一声 明晃晃的亮了起来 难道说她真的 温丽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 她喜速完来到卧室 发现宋燕已经睡了 于是理了理她的头发 发现她怎么睡觉还皱着眉 因为她脑海中又出现了个画面 温丽说着 宋老师你喜欢我吗 但因为她的胆小害怕失去 而迟迟不敢回答 看着温丽渐行渐远的样子 她更害怕了 她一把搂住了温丽 说出了不敢说的话 我喜欢你 别离开我 从前她心里都不敢想 都没期待过她的回应 而此刻窝在温丽怀里的宋燕是安心的 听到宋燕嘴里嘟囔着的话 也让温丽惊讶地羞红了脸 男人在家暗自神伤 女人在外美得不像样 小助理夸赞着温丽 今天的妆真好看呀 温丽看着镜子的自己 确实还不错 正想着晚上回家给宋燕看看 这时手机来消息 舅舅温严发来消息 宋燕去温丁的餐厅吃饭了 里面还有个女明星 温丽一脸疑惑地说 所以呢 那女明星叫唐佳仁 看到这个名字 她一下顿住了手 即使是协议结婚 忠诚也应该是最起码的条件 温丽看着舅舅发来的消息 正想气想巴掌 不然听见小助理手机里传出的声音 你在看CP超话里的 我的千层套路吗 是啊 姐你看过了呀 温丽突然就拍起了桌子 那视频里的脑骨就很离谱 然后举起手机 递到造型师面前 粉丝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断章取义 我哪有那么不矜持啊 别说 看着还真像你故意聊伯宋老师 温丽语气渐渐弱了下来 没有好吧 心想着那些素材都是以前的 那时候自己压根就没非分之想 姐 丹姐来电话了 温丽定了定神接起电话 后天就要去卢氏录节目了 冰城的剧本吃透了吗 温丽吱吱吱地说着 还行吧 这不是最近都在忙综艺吗 所以这两天没看 综艺要准备 剧本也得看 你参加这个综艺 就是为了拿下冰城的角色 万一求导让你是近呢 这两天别窝在家了 去上个戏曲课 别辜负周边剧对你的期望 之前冰城剧组四人小剧 唐家人也去了 他应该也是势在必得 不然不会没打招呼就跑去 听到唐家人 温丽突然开头了 丹姐 你觉得唐家人这次回国 到底是想拿这个角色 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经纪人反问道 那你呢 是想要角色 还是想和宋宴合作 温丽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都想 经纪人有些惊讶 难得呀 你今天倒是诚实得很嘛 你都想 更何况他呢 他在国外这几年 没少往国内发通告 不然你都和宋宴结婚了 他和宋宴的CP热度 为什么还能这么吃紧 温丽撇起嘴 那也没我和宋宴的CP粉多 经纪人笑了 那等你们协议结束呢 等宋宴恢复单身 他们再续前缘怎么办 不就是合作了一部电影吗 哪有什么前缘 温丽气鼓鼓地回到家 烦躁地推开门 我和宋宴才是认识得 更早好不好 本来特意没有卸妆 想回家在宋宴面前 惊艳一把呢 结果进卧室 发现她已经睡了 温丽又去光速卸了妆 猎手猎脚地爬上床 心里不满地 嘟嚷着睡死你算了 拿起手机 戳戳戳地点到了唐宋CP 我倒要看看有多般配 顿时脸上的表情 就暗淡了下来 十分落寞 纸飞机的电影里 原来那个冷冰冰的学长 也会对着喜欢的女孩 露出温柔又渴望的眼神 而那时对自己 总是那么冷淡 几乎把讨厌温丽 写在脸上 转脸她就收起了手机 不看了不看了 长他人志气 有啥好看的 眼神忽然瞟到旁边的宋宴 怎么睡觉还皱着眉 她不知道的是宋宴 此刻在做关于她的梦 她忽然一把搂住了温丽 嘴里还在小声喊着别走 看着宋宴满脸的害怕难过 她这是做梦了吧 于是温丽伸手 轻轻抚摸她的脸床安慰着 自己也把头埋了过去 微柔地说着 明明我跟你认识得更早 如果你那个时候不讨厌我 也许那时候我就会喜欢上你了 女人安抚着男人相拥而睡 第二天早上 睡得正熟的两人 被一阵电话铃吵醒 女人迷离呼呼地半睁开眼 嘴里还在埋怨着 这么一大早谁打电话 话还没说完 就被眼前皆是有力 荷尔蒙爆棚的两块胸肌筋到了 变红耳赤地赶紧坐了起来 这一大早太刺激了 温丽接起电话 就传出小助理催促起床的声音 今天你和宋老师要飞炉室 结束电话温丽就去洗宿 这时洗手间的门被推开了 宋燕打着哈欠顶着凌乱的头发 半醒不醒地缓缓走了进去 女人透过镜子看着她就响起纸飞机里 她对着别的女孩露出的眼神 想着就生气 于是移开了目光 淡淡说道 一会我洗完了叫你 突如袭来的冷衣让男人没有了半点困意 她落寞地低下头 好的 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心里还在埋怨着 原来粉丝也不了解她 哪里是什么喜欢 自嘲地轻喝了一声 不过是自己自作多情罢了 两人很快整理完毕 在小区楼下等着助理来接 温丽瞥了眼正在看手机的宋燕 想说话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头 都怪昨天看了那个纸飞机 人间有你的导演 看着他们中间隔了巴掌远就生气 一起出差也不甜蜜 他们到底有没有当夫妻的自觉 无可奈何的导演对跟拍小哥交代着 要求不高 能拍到素材塞进正片凑时长就行 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时温丽也看到身后的人间有你正在跟拍 灵光一闪 对啊还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两人刚上飞机 温丽就在偷瞄着宋燕 她想借着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名头为所欲为 咳了两声亲了亲喉咙 那个宋老师 来任务了 宋燕诧异地看向她 询问到什么任务 于是温丽伸出手绕过宋燕的手臂 抓住了她的手 张红了脸说着 就是那什么 我们要手牵手直到下飞机 宋燕先是一惊 然后立马就露出了浅浅的笑 心中已经明了温丽又在作妖 女人见宋燕没有反应 有点小恼怒地撇下头 怎么连节目组的任务你都不想配合了 刷的一下抽出了手 不配合算了 宋燕立马又抓住了她的手 凑到她旁边 低声说着 没有不想配合 只不过既然是任务 那就再认真一点 随后将手指插进女人的指尖 环绕着手臂 食指紧扣地握住了 温丽羞红着脸温柔地探着她 她的脸颊轻轻贴着女人的手臂 这样可以吗 为了拂过男人的心 女人八百个新眼子全用上了 借着节目组的名义 对着男人谎称有新的任务 要求全程保持牵手状态 结果男人不但顺从地牵了手 还来了个食指紧扣 超出温丽心理预期的满意 她哼着小曲向之计谋得逞的狐狸 宋燕见她笑得阴险又嚣张 就决定调侃一下她 于是凑到她耳边轻声问道 你确定任务是手牵手 不是嘴对着嘴吗 温丽脑子呆滞了0.01秒 然后立马摇头 不是啊 怎么可能 说完她就有点心虚 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借口太烂被她看出来了 但脸上还是装的义正言辞 你开着玩笑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在骗你吗 宋燕一副好可惜的样子摇摇头 温老师在我心里从不会撒谎 我怎么会这么想你呢 温丽满意的说着 这就对了 随后宋燕故意假装提议着说 但是摄像师不在这里 就算我们完成了她也拍不到 要不要让她伸个仓到我们这来 温丽咬牙切齿的看着宋燕那人出无害的样子 好家伙这是早就识破了 跟我玩呢 但不争馒头争口气 死鸭子嘴硬的继续说着 不用叫她过来 我就是先跟你练习下牵手 怕到时候对着镜头不自然 宋燕强忍着笑一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温丽看着宋燕那想笑又不笑的样子就不服气 拉着她的衣领 自己也靠了过去 转脸严肃的说 我说牵手你还非问是不是嘴对着嘴 你是想占我便宜啊 温丽这么直白的说话让宋燕愣住了 他盯着她淡天也没回答 反将义军的温丽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以故我原谅你了的样子 算了谁让我魅力大 你想占我便宜 我能理解 我不跟你计较了 宋燕刚想说什么 但温丽毫不给机会的直接戴上了眼罩 表示自己快得先睡了 虽然温丽不讲道理 有时嘴硬又傲慢 可宋燕一点也生不出来气 谁让自己被她吃得死死的 飞机落地护士机场 街机的粉丝来了很多 他们一路打着招呼 中间人太多的时候 宋燕一直将温丽固在怀里 然而温丽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套路 被她识破这件事 但很快就想通了 看穿就看穿 我就装傻 看谁更能忍 脑海中还浮现出两情相悦之后 自己拿今天的是嘲笑她的情景 想当初你逆你八几大男人 被调戏的说不出话 粉丝的呼喊声让她回过神 赶紧拍了脸几下让自己清醒 都在想些什么呢 粉丝们看见温丽山自己 以为她没信心压力大 都纷纷安慰 三丽啊 没人好也没事 网上有我们空平了 有姐夫在呢 你放心 她要是不帮你 我们就帮你跟她粉丝兑现 温丽哭笑不得地说着 别老想着跟人兑现 对我有点信心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粉丝们齐声说着 三丽加油 姐夫加油 听到姐夫这个词 温丽有点意外和害羞 因为和宋燕结婚两年多 其实她并没有太多结婚的试感 宋燕护着温丽一路往外走 再粉丝一声声宋燕 照顾好你老婆 这主妇中上了车 男人一把搂过老婆 我对你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三丽夫妇下了飞机以后 就直接赶往录制现场 车里宋燕贴心地递过台本 并把自己比较熟的做了标注 你需要的话 这几段我可以脱稿和你对对 温丽翻看着台本 发现宋燕把感情戏都跳过了 小埋怨地说着感情戏 你都不和我对 那我和别人对感情戏 你不吃醋吗 一边说着一边在她的肩上蹭 可宋燕似乎没察觉到什么 还一本正经地解释着 我确实不擅长感情戏 可能真没法帮你什么 温丽撇过头失望地轻傲了一声 而旁边的呆头鹅 还在思考老婆 怎么靠近眼片段 赢取导演好感 看了一会台本之后 温丽有些累得 倚靠在宋燕的肩上休息 宋燕立马就将手竖起 放在自己嘴前 示意工作人员 说话声音小一点 然后自己也把头靠了过去 和老婆依偎在一起 很快他们到了 S级演技大赏的排练室 刚到棚里一群年轻演员 就挨个和他们打着招呼 但是作为助演嘉宾 他们立马就被分开 去指导不同的演员 青年演员宁俊轩和汪妙排练 是温丽一年前的古装作品中 摇齿表白的那一段 汪妙急切地请教温丽 导演说我和男主对视 是眼里没有小女儿家的 娇羞和无措 不像是被人表白 更像是听人念台词 没事 我给你来一段 你注意看我的眼睛 随后冲着宁俊轩招招手 来 咱俩对个戏 另一边宋燕指导的演员 也发现温丽在和宁俊轩对戏 自己想去看 于是穿多宋燕 宋老师 你不想看看温老师跟人对戏吗 宋燕语气平淡表示着不想 为什么 难道你看了会吃醋 那温老师拍了那么多偶像剧 宋老师你每天不得酸死啊 宋燕无奈 行了去看看好吧 心里还在自我解释 自己才不会吃醋 只是单纯不想看而已 可是立马啪啪打脸 温丽此刻站在宁俊轩念前 饱含了年轻女孩 即将对自己暗恋对象 表白时的羞涩 我 我喜欢你 一双蜜满浓浓爱意的眼睛 看上去仿佛已经喜欢这个男孩好久 宋燕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心脏还是没扛住 本以为自己不会吃醋 看来还真是高估自己了 宁俊轩念对温丽的表白没有接住戏 很不好意思的说 被温老师看得有些受不了 心脏扑通扑通的 说话间无意中撇到了围观的宋燕 虽然他在笑 但宁俊轩却莫名打了个寒战 温丽还毫不知情的安慰宁俊轩 没事 要不再来一次 宁俊轩佩服的说着 温老师太厉害了 老公在边上也能演得那么真实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求求了我害怕 温丽这才往周围看了看 宋燕拍着手叫好 演得真棒 脸上的笑容也压不住她想到人的心 正好我的感情戏也是短板 要不温老师也教教我 温丽忽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毛 可是我心虚什么 演戏而已又不是偷情 但觉得宋燕像是不乏好意 以不要耽误他们彩排为理由想拒绝 因为在她心里一点也没觉得 宋燕的感情戏是短板 奈何周围的演员都开始起哄 温丽没办法只能答应 提前说好我教不了你 要是我演得不好就说 我一定虚心接受 宋燕也客气起来 我要是演得不好 温老师也尽管说 宋燕看了下台本之后周围的喊着 321 Action 宋燕一把将温丽拉入怀中 小狐仙 我究竟对你是怎样的心思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一圈人围观温丽被宋燕抱在怀里 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她拼命的心里暗示 我是专业演员 要淡定 我从未对一个女子纵容到如此地步 想念到如此地步 烦恼到如此地步 你欢喜我也欢喜 你伤心我也难过 我满口的人意道德 每次都说帮你只是举手之劳 但我自己知道 我对你 私心至极 最后贴在她耳边问道 说了这么多 你这个傻狐狸还不明白吗 温丽脸颊滚烫 顿觉她的呼吸都是缓慢而撩人 一瞬间有点分不清这是演戏还是现实 但只希望可以永不停止 他们明明是在绣演技 但心里却都有着秘密 男人借着台词试探地说出爱慕已久的情谊 导致女人都有点分不清现实还是演戏 随着宋燕说完台词 她慌乱地拉开了距离 我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恶心巴巴的话 肉麻死了 心里却骂自己不争气 怎么还结巴起来了 宋燕掰过她的肩膀 目光灼灼地低头看着她 虽然肉麻 但每个字都出自我的真心 温丽被撩拨得毫无还手之力 宋燕下意识地扶上她的脸颊 一切发展的都是那么自然 一个向自己喜欢的表白 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天啊 是吻戏 后面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她如遭雷击瞬间清醒 仅仅距离4.15厘米的时候 她脱离地喊了声 哈 铁过头并伸手挡住了宋燕的吻 尴尬地说着 心 辛苦宋老师了 周围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果然夫妻对戏就是不一样啊 刚才两位老师的眼神都要拉丝了 汪妙此时满眼地崇拜 温老师你太厉害了 温丽表面装着镇定 其实心里慌得一批 这事旁边有人感叹气氛都到这了 编剧竟然没安排对个嘴 汪妙解释着 原剧里是有的 只是节目主怕时间紧磨和不好 所以台本里删了 温丽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 轻轻地扯了下宋燕的衣角 小声地说着 台本里都没安排吻戏 你刚才想干嘛 宋燕一脸得意地说 温老师的这部剧我都看过好多遍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全在脑子里 温丽有点埋怨 既然你这么熟 在车里还不和我对戏 还说不擅长 宋燕似乎又回味起了刚才的场景 我确实不擅长 温老师刚刚的眼神我差点没接住 差点让我以为你喜欢我 宋燕的一句话犹如平地一道雷 让他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又给搞乱了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远处几个小演员叫着宋燕请求指导 宋燕见温丽没有回应 就打趣地说着 温老师害我现在还小鹿乱撞 我得去工作缓一缓 然后就转身走了 被丢在原地的温丽莫名的就火大 你一把年纪了你小鹿撞个毛啊 几小时候导演们也都到了 宋燕准备带着温丽去跟仇导打个招呼 俩人走在去休息室的路上 却不知怎么的有点小尴尬 可能是之前对戏的后遗症 于是温丽找着话题说着 那个我和你对戏的时候有点走神 没影响你后面指导他们演戏吧 宋燕摇摇头 没事 我当时也有点走神 你竟然也走神了 带入了自己所以有点走神 温丽一下不淡定了 抓着宋燕问道 那你刚刚是把我当成谁了 唐家人吗 他突然的反应让宋燕愣了一下 下一秒温丽就满脸失落地低下了头 转身说着 算了 走吧 可能不想听到自己不愿听的回答 宋燕赶紧拉住了他 做什么 他嘴里缓缓地吐出了两个字 温丽 他有些不悦地皱起眉 叫我干什么 宋燕表情变得严肃 我没有叫你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说我把你当 温丽 流女明星被其他男演员讽刺美演技 老公实力护妻要为老婆争口气 这位是宇伟光导演 宋燕向温丽介绍着 一旁的球导则默默地审视着温丽 长相确实很贴合冰城里的婉婉 但流量明星这一幕水平还不好说呀 温丽跟宇伟光打完招呼转向对着球评 他还在期待着温丽会说什么 却没想到他只是简单打个声招呼 说了句我会好好表现的 球评愣了一下 这话出乎他的意量 他本以为温丽会整那些圆滑哄人的话术来讨好他 几分钟后就开始录制S级演技大赏的抽签环节 主持人问着温丽 有没有内心期待的剧本呢 温丽却看向宋燕笑着说 抽到什么都不会给我家宋老师丢脸的 主持人突如其来的吃了一嘴狗粮 随后温丽开始抽签 看到剧本名字后他下意识的就觉得完了 完蛋了 竟然是一部鱼尾光拍的全谋电影 感情线还是最难把控张力的劲段 抽完签之后 嘉宾开始从新人演员中找搭档来共同完成 宋燕直接选了同校师弟孟俊轩 轮到温丽选了 台下的新人演员都纷纷自荐 温丽一下犯了难开始纠结起来 旁边的宋燕却突然开口了 要不 选我吧 宋燕指了指自己 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 以及新人演员 包括温丽 全都愣住了 评委席上的鱼尾光笑着打断了沉默 你一个人演两个剧本 脑子转得过来吗 宋燕一副悔恨不已的样子 主要是我挺喜欢语导的这个电影 当时因为档期没演上 现在都在后悔 鱼尾光心想你算了吧 什么档期 当时明明你说感情戏不行给我推了 但是他和宋燕的关系好 肯定不会揭穿他 求平在一旁看着却没觉得惊讶 温丽想借这戏争取晚晚的角色 而戏里除了自己的实力 搭档的能力也很重要 新人演员确实演技不稳定 宋燕这小子 那一点心思都偏到老婆身上去 主持人把目光移到了导演身上 询问这是否可以这样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温丽终于开心的笑了 比起一帮水瓶差不多的小妾 还是正宫送娘娘更得她的心意 而旁边抽到温丽内部玄幻剧的段红 却一直板着脸 她是以出演证据出名 最看不上温丽这样的偶像明星 而且八个助演嘉宾 只有温丽飞科班出身 却站在顶流的位置 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Q到了她 段老师好像从来没演过玄幻剧 紧张吗 段红笑道 是啊 这种剧本一般都过不了我经纪人内观 挑战挺大的 不过我搭档正经科班出来的 我有信心应该不会太难沟通 主持人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有些尴尬的打着圆场 相反温丽却面色如常 因为她知道争论没用 只能靠实力去打别人脸 一天半的时间 温丽努力的跟宋燕排着戏 走完一遍台词 温丽虚心请教着 我刚刚的情绪是不是太激动了 没有 就把我当成段红那样凶 温丽吓一跳 赶紧关了麦 你别说出来啊 我一个人生气就好 你是隐蔽 他还是师弟呢 到时候节目播出 你因为我跟他交恶对你没好处 宋燕没想到平时傲娇的公主殿下 竟然会为他着想了 揉搓了下他的脸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 温丽就不意撒娇地问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出气 宋燕呆呆地歪着头 我以为陪你演好 让他无话可说就是帮你出气了 哎呀 你当时要是给我个眼神暗示 我就直接上去干他了 呦 宋老师除了拍戏还会打架呀 那肯定啊 以前上学为了你打了不少呢 你不知道而已 温丽心情终于好了 撸着宋燕的脸 都是男人 我们宋老师怎么就那么好呢 那既然我这么好 那你能不能喜欢我 老公在和师弟拍戏 老婆却幻想着亲密 男人满眼期待地说着 你能不能喜欢我 这一下把温丽整不会了 他撩拨别人新眼子贼多 换成自己就呆得无与伦比 宋燕半天没有得到温丽的回应 虽然在他意料之中 但还是有些失望 怎么能说结束就结束 连忙抓起宋燕的手 毫不犹豫地说 所以你也快点喜欢我 可下一秒就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 瞬间脸就红得像猴子劈腿 宋燕也被他的话挠得心跳一百八 嘟嘟囔囔地说 温老师你犯规了 温丽疑惑地看了过去 这时工作人员突然打开了门 两位老师的麦还OK吗 我们受不到音 OK的 刚才说了点私事就关了下 温丽这才意识到还在工作 而你情长的话回去再说 追的男人不差这一时半 以前对我爱答不理的 现在还不是被我搞得步步沦陷 整理好情绪之后 温丽就拿着台本 表示我们先各自背背台词 可宋燕却没有温丽那么收放自如 现在的她根本看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刚刚的暧昧氛围 等温丽被玩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宋燕还没有被玩 有点不可置信 宋老师是因为两个台本转不过来吗 顺势就坐下还晚上了胳膊 卡在哪去了 我帮你顺顺 内心狂喜 助人为乐的同时还能光明正大的贴贴 简直不要太爽了 宋燕被温丽嗑得死死了 时不时的脑挤下 让她心神不明又无可奈何 于是她借口说要去隔壁看看师弟 想让自己冷静冷静 温丽想的也是 总不能自己一直霸着不放 还嘱咐了一下宋燕 宁俊轩天赋不错 就是包袱太重有点放不开 你好好提点一下 宋燕想到人的心都有了 你还是准备好自己的表演吧 到了宁俊轩这边 宋燕明显状态好多了 他们是打斗的戏 一口气就练了两小时 宁俊轩在宋燕身上 学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刚刚宋老师的动作太帅了 我都看呆了 宋燕一脸阴险的笑了笑 是吗 那跟温老师的文系怎么也看呆了 宁俊轩吓得想喊娘 我 我们是被温老师的演技给征服了 休息了一会之后 他们又开始练习 这时温丽跑过来串门 看看他们排的怎么样 宁俊轩看见温丽 立刻笑嘻嘻地打个招呼 随后跟宋燕说 我们重头来一遍 给温老师看看吧 温丽看着他们在地上撕打 羡慕着男人之间对戏真方便 都没什么顾忌 要是换成宋老师和自己对打戏 宋燕双手将她按在身下 胳膊环绕过她的下巴 还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跑不掉的 想着想着就想歪了 还记得上次宋燕说 你跑不掉的时候是 在床上 宁俊轩突然叫了一声温老师 把还在燥热的想象画面中的温丽 拉了回来 温老师 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压根就没认真看戏的 温丽眼神躲闪着 支支吾吾的说 挺好的 那个 我得回去复习下台词了 然后转身麻溜的就跑了 宁俊轩有点懵 问着宋燕 温老师这是怎么了 可宋燕也没好脸色 心里本就不满 刚刚排戏的时候 温丽一直盯着宁俊轩看 于是没好气的说着 不知道 顶流女星和痴情隐蔽 竟因为一个男人相互生气 俩人还都觉得委屈 晚上排练完收工之后 车里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 小助理尴尬的脚趾要抠地 这时宋燕的手机 突然想了打破了寂静 温丽假装不在意的 听了个彻底 以英里师弟命俊轩询问宋燕 有段台词他不理解 想让宋燕帮帮自己 温丽这才睁开眼 你师弟还在排戏 你怎么自己跑了 怎么做师兄的 宋燕本就心里不爽 反问着你就这么操心师弟 没有啊 我就觉得你跟他一起状态不错 跟我排戏时连台词都记不住 宋燕轻喝了一声 不是操心他 那今天排戏你一直盯着他干什么 温丽压着要爆发的脾气 那你跟他演戏手把手的交 跟我连对台词都走神是什么意思 宋燕觉得委屈 我为什么走神 那都是温老师的责任 你对你师弟就是比对我好 到底是谁对我和师弟不一样 俩人因为同一个男人 真的互不相让 小助理终于受不了了 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说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吃醋就直接说吃醋不行吗 哼 谁吃醋了 回到酒店后 温丽拿着浴巾就去洗澡 我在外面等你 宋燕的话让他心跳停摆了一秒 忍不住又带点羞涩的把头叹了出来 那个 你还是先睡吧 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去排练了 宋燕愣了一下 我等你和明天排练有什么关系 心想着明天排练也得等你出来才能洗澡啊 温丽立马转身猛的关上了门 啊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黄色废料啊 赶紧清醒清醒 别总想着追男人那点事了 宋燕在外面感觉温丽奇奇怪怪的 但换下半身思考一下就明白了 于是他故意跑到浴室门口添油加醋 温老师 抓紧时间啊 要不我们一起洗会更快 温丽拿起浴巾就慌张地跑到门口 反锁了门 色力内人的反驳 一清你的头 抓紧你的头啊 随后宋燕也去洗了澡 温丽靠在床边看着剧本 等宋燕出来后 他立马招了招手 我的好大啊 快过来 宋燕脚步一顿 你叫我什么 母后叫你呢 来和母后对台词 谁叫你在剧本里演我儿子呢 再叫一声试试 我这叫入戏 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儿子吗 你怎么知道我生不出 那你生一个给我看看 一个人生不出来 要不要我帮你 温丽也不认输 行啊 生就生 生出来你喊他爹 一把抱过宋燕的脖子 侧头冲着嘴巴就巴唧一下 立马就刻住了宋燕 得逞后笑着问他 怕不怕 宋燕紧紧地贴了过去 我怕了 所以你还要跟我玩多久 吊着我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利用师弟让我吃醋 你很开心 既然说到了吃醋 温丽也直接说道 明明你跟他排戏很认真 跟我就心不在焉 宋燕一下被温丽气笑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迟钝 你吊着我 我还不能心不在焉 我那是追男人的招数 你会追的屁 温丽在嘴皮子上怎么可能输 我不会追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手下败将 宋燕深吸一口气 目光牢牢锁紧她 温老师 你知道在床上故意惹我生气 会有什么下场吗 女人和老公来回拉扯 满心爱意嘴上却闭口不提 惹得宋燕的情绪燥热不已 她深吸一口气 目光死死盯着温丽 她下意识地就往后缩 可是她退一下宋燕就进一步 温丽没办法只能开始道德绑架 宋老师你一个大男人 嘴上说不过我 就想用威胁的 宋燕笑了笑 直接一个抱了上去 你这个时候就别嘴硬了 如果你不愿意承认 我也不逼你说 你觉得怎么样 跟我相处舒服就怎么样 真的吗 温丽心想还有这种好事 把主动权全交给自己 随机反驳道 我那是追人招数好吗 那你这几招太厉害了 我每天心里上不上下不下的 实在不是滋味 温丽的好胜心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招式真的很厉害吗 宋燕仿佛报复她这几天的心理折磨 轻轻咬了下她的耳垂 你肯定厉害呀 要不然我现在心里怎么会难受 这时温丽本能的就开始挣扎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刚刚是怎么说的 不是啊 我是痒啊 宋燕没等她继续说 就直接贴了上去 唇齿间的温度立马就上来了 可下一秒温丽推开了宋燕 不要 你拒绝就是不喜欢我 宋燕的一口黑锅反扣过去 对得温丽一下语色 宋燕自己又接回了话 不说话那就是喜欢 然后继续着 她脸上满是红韵 喉间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能不能 话还没说完宋燕就明白了 好好好 随后动作变得很轻柔 第二天温丽和宋燕排练迟到了半小时 温丽跟化妆师解释着 都怪宋老师太磨蹭了 汪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着 难怪听说你不停地给工作人员道歉 午休都不停地练习 这时化完妆的宋燕走了不来 靠在门边 起身的温丽刚好跟她撞了对眼 还有点尴尬地愣了下 汪妙看着俩人的古装扮相 太绝了 终于知道自己的经纪人 为什么要自己老老实实演现代戏了 一小时候汪妙和宁俊轩刚刚完成表演 宋燕和温丽在后场 台上主持人采访的段红 请段老师对刚刚的表演评价一下 很好 说句可能得罪温丽的话 我觉得汪妙那段比温丽的原版还要好 更加细致和灵动 可能这就是科班出身的优势吧 一旁的汪妙听的是浑身冒汗 那些新的设计都是温丽教他的 怎么现在被拿出来采温丽了 主持人也是很慌张 赶紧说着接下来轮到段老师换眼环节了 老师紧张吗 紧张不至于 只是觉得这句不适合自己 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这种剧还是适合温丽来演 可惜她运气不好 抽到了语导的戏 台下的观众窃窃私语 她是在暗讽三里不是科班出身没演技 没看三里演就硬彩 在她眼里演偶像剧的就是没演技 演正剧就是演技派 我已经开始替三里生气了 温丽在下面听得皱起了眉 压力也更大了 她悄悄地拽了下宋燕的衣服 怎么了 我有点紧张 你快鼓励我一下 放心有我在 万一我给你拖后腿了 你不怪我吗 我怪你干什么 宋燕的语气更加温柔和坚定 你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一个人在孝庆舞台跳舞 更何况现在还有我陪你 哪怕出错了 也有老公我给你兜着 所以正常发挥就好 温丽的心情放松了好多 得寸进尺地说着 那要是现在别人是我 你还会这么大度好说话吗 别人那肯定不会啊 你这是双标不公平对待 宋燕牵起她的手 我做人从来就没公平过 一向是偏心的 谁让我只喜欢你 夫妻两人还在台下你弄我弄时 台上主持人已经开始念出场词 接下来欢迎温丽和宋燕两位老师 带来太后金安片段 台下就开始沸腾 这个太后金安好像是个全谋电影 皇子被年轻后妈扶上位 然后萌生了不可言说的感情 温丽所饰演的太后正已在踏上小气 那是公邀小声说道 太后 万岁来了 太后缓缓睁开眼 就看见年轻的皇帝先连而入 儿子给母后请安 儿子听闻张学士在牢中自艺 想到他是母后的启蒙老师 于是赶来宽慰 望母后节哀 太后此刻的表情笑里夹杂着恨意 细语暗讽道 我本不知道也归忧思 皇上却特意来告知我 你真是一片孝心啊 皇帝的语气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其实只要母后愿意罢手 您永远是人寿宫的主人 天下的太后 太后露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贱纳燕人的手对付忠臣 皇上看来连三岁小儿都不如 皇帝被激怒了 拧着眉低腰压了上去 太后在她阴狠的眼神中看到了一样 弃恼了直接喊到皇上的名讳 朱又兰你要做什么 气氛突然斗转直下变得柔软 看着眼前这个跟自己年纪差不了几岁的母后多了一丝渴望 你叫了朕的名字 叫了又如何 你还要杀了我不成 太后可愿再叫一声 张学士的儿女清卷 我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两个人对视 太后眼中满是不解 还有不可思议 这时导演喊了一声卡 全场响起了雷霆般的掌声 白色聚光灯下 温力莫名的有些紧张 自己明明是嘉宾 怎么感觉像在参加比赛似的 宋燕握住她的手安抚着 为事由我 夫妻二人跟观众打完招呼之后 主持人Q到了评委 太好了太绝了 绝对是顶着偶像剧颜值的实力演员 渝伟光导演说道 我当年拍这个主要侧重全眸 没想到演成绝美爱情也是很惊艳的 另一个制作人迫不及待地接着说 合作吧 你们想演什么类型的 我去买剧本只要你们愿意 台下的观众也齐声呐喊着 合作 合作 渝伟光戳了戳球倒 是不是还不错 听听群众的呼声 这时温利拿起了话筒 对着段红笑道 段老师觉得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 段红此刻脸色有点尴尬 缓缓地说了两个字 很好 谢谢段老师 您是科班出身 我相信您的判断 非科班的演员没有接受系统的培训 为了演好剧往往要走不少弯路 付出更多努力 好演员的标准不是看是否科班出身 而是演得好不好 实力打脸段红之后 她主动牵上了宋燕的手 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 还需不断努力 比如像宋老师这种 为了演好 陪我一遍遍过的科班演员学习 CP粉吃了一口羊 顿时间叫了起来 主持人也很懂 我再跟大家说个小秘密 这次他们能同台演 是宋老师不顾节目 规则毛遂自见的 温利刚准备解释 台下一位铁肺男粉的声音 抢先一步说道 宋燕你就是小心眼 不想看你老婆和别人演感情戏 懂的人都笑了 温利看宋燕有点尴尬 赶紧说着 没事的后期这段可以剪掉 台下宋燕粉丝 不能剪 不能剪 播出去让宋燕丢脸 CP粉也不示弱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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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利老师你看看 群众呼声这么高 要不 不了不了 我们回家再说 宋燕赶紧揽着已经呆住的温利往下走 下了台之后两人终于松了口气 这时温利发现宋燕在摇头叹气 紧张地询问 怎么了 是刚刚我演的不好吗 那倒没有 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 观众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分 温利一下顿住了脚步 我觉得 你说的对 这么直白的回应宋燕一下有点意外 转身想再次确定一下 温利直接朱唇轻启贴了上去 留夫妻首次台上演着对手戏 就赢得现场观众和评委的高度满意 下台后老婆朱唇轻启主动贴了上去 录制完S级演技大赏之后 夫妻二人想不过一起看起了太后金安 看完全片台知道原来这么震撼 温利脑海中浮现出皇帝扮相的宋燕 宋老师你当初推的这个电影真的很可惜 你演的话我觉得会更完美 但想着想着就 这个尺度 宋老师推得好 宋燕不知道温利已经想偏了 还在认真的回答 每个演员擅长的不一样 我演部一定会更好 嘿嘿 你又想说你不擅长感情戏 你可太擅长了 你要去演偶像剧 有那些男艺人什么事 宋燕有些期待的看了过去 比和你合作的男艺人都好吗 当然啊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宋燕笑了笑缓缓说道 都是男人当然有可比性 过过 原来男艺人攀比性也这么重 那你可以放心 在我心里 他们跟你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宋燕突然抓起她的手 唇边轻碰了下指尖 柔声说着谢谢 温利凑近了些 嘿嘿 除了谢谢之外呢 见宋燕跟个呆子样的没反应 温利有些不满的情绪迸发出来 难道是自己暗示的不明显吗 随后起身 算了 电影也看完了洗洗睡吧 宋燕一下就把起身的媳妇拽了回来 你怎么一点内心都没有啊 温利责怪着 你明知道我话里的意思还装傻 什么人啊你 那对不起了 谁叫你闹别扭的样子太可爱 那母后大人 今晚还要我陪你对台词吗 都演完了还对什么 还有丑导说等回燕城后让我去试镜 她到时候请我们一起吃饭 可是我经纪人说好几个女演员都在接触这个角色 除了周边拒绝的我长得像婉婉 我其实优势一点都不大 但是你像婉婉这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吗 你说的也对 还真是感谢我的爹妈 宋燕揽过她的腰 工作现在说完了吧 还有我之前没接触过丑导 你和她合作过 传授点试镜的经验给我吗 行 等明天睡醒 所以现在应该聊完工作了吧 温丽有些不满 你怎么老问我聊完了没有啊 你是不是不耐烦了 你才知道我不耐烦了 都暗示你很久了 咱们先热热身再聊工作行吗 宋燕的话让温丽一下措手不及 不行 运动完我就没力气聊工作了 你先传授我试镜经验 宋燕有点无奈 行 我现在教你 温丽还真感觉挺认真的准备做做笔记 宋燕一把抽走了她的小本本 就是很抽象的东西 和课本的理论知识不一样 但很快她发现不对劲了 现在导演都这么赢了 试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 等等 她推开宋燕 我看过槟城剧本 好像没有这个尺度的戏吧 宋老师 你不要仗着自己帅就为所欲为啊 宋燕眼神为你 我明明是仗着你喜欢我才为所欲为的 你是小学生吗 怎么这么喜欢把喜欢挂嘴边 叫我学长 温丽身体微颤 嘴上喃喃地叫着学长 剩下的小编替大家看了 两小时后 温丽还是很了解自己的 果然没有再说工作了 但还是好奇地问着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叫你学长 宋燕揉搓着老婆的秀发 因为那会让我有一种 梦想成真的满足感